詞曲 李宗盛 桑斌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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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환到六七八頁 六七八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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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剥落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我们的大剥落经第二会 我们的营运版本678月678 我们今天讲到第二分传等余品第49之一 在我们学府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如果要渐渐把这个 我见 身见转化掉 其实终究你一定要 投入到波罗波罗密多 投入到波罗波罗密多的 这一路子上里面 我们才有办法 在修行的路上 才能够层层转进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 规划自己成等正解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其实跟类比世间法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你一定说 小学毕业读初中 初中毕业读高中 高中毕业读大学 其实我们今天走解脱之道 其实他的眼里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必须从这个外帆位进入资粮位 然后有学位进入所谓建道 慢慢提升起来 如果我们这辈子学佛只是停留在这个外帆位 或者一种资粮位的解散源 其实到你慢慢成长学佛这一条路 你可能对于佛法 就被归纳为属于宗教的信仰而已 像我们民间的宗教都叫信仰而已 它没有办法叫做解脱 它没有办法叫解脱 可是我们佛法的真实是要解脱 信仰是一段的时间 你前程转进以后 你必经的过程 但是我们慢慢了解这个经义里面 因为你要记住 你只要把所有的全世界的宗教的 基本拿来看一看 你会发现 只有佛法的教育里面 有在推广思维力 思者力 其他的都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天神 或者所有的主人讲的话 你依教奉行就可以了 因为我只停留在信 听得懂信仰 所以他没有去注重 那个首说的洞察力思维力 没有动力 所以当我们没有提升到洞察力思维力 你看有一天你如果说 在写佛的这一条路 你在初学的阶段你还不会有惊有恐有不有味 因为你那时候还初学的阶段 所以会被感性的那个信仰 或者种种的唱练 或者阴森所感动而已 可是这个感动毕竟是短暂的时间而已 你可能感动的当中会掉掉眼泪 你会感觉很有相应 可是这种相应都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属于外反胃的阶段的相应 因为你还不可能进入剑道位 剑法位的那个 是我们所说的 杂兰经所说的滑眼镜的那个阶段 没有 可是我们今天如果 因为假如大家都有了解释迦摩尼佛当年的教育的目的 他是要帮我们解脱 他不是帮我们只停留在信仰 大家一定要记住他不是只有让我们的弟子停留在信仰 他要让你解脱 我们的解脱不是那个外公的解脱 不是数量数字游戏的解脱 也不是闭关的解脱 我们的解脱是要把我见深见转化掉的解脱 才叫解脱 那之后以后你们在学波罗波罗密多 乃至在学佛法以后 你就把他归纳 我们佛法的解脱 就是说你用正念正见的那个文字剥落 来回观反照来教育你自己 你经过学佛 然后思维修以后 我们的三读五概的那个妄念的习气 有没有渐渐改善 如果有渐渐改善 我们才叫做懂得佛法 如果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管修你喜好哪一个法门 可是你六根一到六层的境界 你还停留在那个幼稚园班的 要跟佛补上来撒嬌 要跟佛补上来讨饼干吃 讨糖果吃 那就表示你20年这个当中的学佛 你还是原地踏步 还是属于小学阶段的那个范围而已 还要被父母亲一直鼓励你 你要好好读书以后才可以成就人才 社会的栋梁等等 可是我们今天学佛法 你一定要提升起来 因为佛法它不是 不否定是从世间一般的宗教信仰 开始累积善根 但是它不是一辈子是这样子的 不是一辈子这样子的 所以以前我住在南部的时候 我的外祖母带我去 那时候都还小 那个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 他带我去 他们那个乡下每个月 都要去那个庙里面 向神礼拜拜 拜拜每一个月都要一次 每一个月都要一次 那个广场里面都 我们都要杀那个三星 肉 鱼 鸡 或者鸭 我跟我外祖母问说 你们每个月都要来这边拜 这个神那么多 我们村庄那么多人 每一个人都拿一份 那神有办法吃那么多吗 吃到没练晒吗 还有那个三星又在外面晒太阳 这个卫生也不好 他们不会 胃肠有问题吗 小孩子不能对神有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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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一份他已经就吃了 肚子都撐了都撐不了 还要撐那么多份 我说我跟外祖母说 我说你们拜这个神也太贪了 外祖母说 不怪你切磋不好 那些人都没给你保庇 我说你啊 就是书读不好就神 你就是不恭敬神 所以没有跟你保佑 所以以前小孩子的时候 所以之位我们今天啊 从那个外帆会的信仰 所以那种信仰叫做宗教 因为他是感性的 可是我们现在读了 提升到波罗法会以后啊 我们啊感性跟理性是中道 听得懂吗 不偏感性 不偏过度的理性 我们是属于中道第一地的推广 所以叫波罗波罗密度 波罗波罗密度 所以我们今天在写佛的当中 如何你啊 像这一瓶里面啊 船等余品 就是像你坐船一样 你啊 我们现在读大波罗经 这个第二会这个过程 现在这个文字的 波罗法会就是一条船 然后我们啊 听经文法理解的这一条船 要给我们的这个法义的知论 我们如何从法义的知论 然后升法起来 升法起来 从对佛教的宗教信仰 然后提升到佛法的捷悟之教 解察之教 我们要把它提升起来才对的 因为呢 他牵涉到你 将来会不会有挂碍无挂碍 来离开这个人间 假如我们对佛法了解 高生人 你里面忠实啊 无首一一切法 你一样自由自在 假如你不了解佛法 就算有很好的 那个圣号给你 这个王者也未必可以得到受益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 他就没有理解佛法的法义了 听得懂 他不理解他 不理解以后我们强迫他接受啊 这个 王者的这个修行啊 其实在他的内心也会蛮紧张的 因为他还是会有挂碍的 会有挂碍的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 在有生之年的时候 然后 提早对自己负责提起正念正见 本来是蛮可惜的 因为下一辈子不一定有办法遇到 佛法 你下一辈子可能一样会遇到佛教 但不一定遇到佛法 这样听得懂吗 你会遇到佛教 但是不一定遇到佛法 因为乃至于呢 你下一辈子的道心啊 可能跟这一辈子的道心也不一样 听得懂啊 那道心又不一样喔 你不要在期望说我来世 都一样化等号喔 未必喔 未必喔 好 所以才说我们啊 在这一生的修学当中啊 我们也把自己当作一条船 就是我们的四大五蕴啊 也是一条船 那我们如果借用我们肉体的四大五蕴啊 然后越过啊 四大五蕴的直取 然后去直达呢 盛生菠萝菠萝蜜都 佛教善限啊 譬如泛海啊 所沉船破啊 他说你看一个大海里面 有一条船啊 哇 还有点破破烂烂的呢 其中诸人啊 若不取木啊 弃物啊 扶朗 板片啊 史诗啊 为依附者 这个船啊 如果那么多人在坐的话 这个船又不是很好的船 结果呢 我们啊 如果没有想办法 想办法干嘛 意思 我们为什么讲这个破船 破船是在指谁呢 指我们的肉体啊 我们的肉体就是一条破船 听得懂啊 那其中诸人都不取木 也就是说我们 已经有了这个肉体以后 但是我们如果要解脱 你不赶快去拿木 器物扶朗板片 也就是说 你不赶快啊 听经文法 思维法语的意理提升的话 你定之一定要死路一条 所以啊 定之啊 史诗为依附者啊 不管你用器物扶朗板片 史诗的其中一个道具 定之逆之啊 不至彼岸 你一定会沉到海里 你一定死去 你不可能达到那个内藩的彼岸啊 你看佛陀用这样的屁移啊 所以你要知道那一条船水 就是我们现在的四大五云的肉体 我们就是这个 这条已经坏的船 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啊 这些肉体会越来越损坏啊 那你在损坏之前 你不赶快听经文法来救你的话 到灵命中时都来不及了 都已经来不及了 好 若能取木啊 假如你有智慧聪明 赶紧啊干嘛 取木去物扶朗板片史诗 假如有一个物啊 为首医父的话 你就赶快来救你吧 也就是说在我们学伙的当中啊 我们赶快去了解 四大五云皆空的道理 赶快来救你自己 当之啊 世类啊终不默使 所以你听啊终究不会啊 沉在大海里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六大海 在我们那个那个那个 杂含金讲的六大海 六大海六大海就是 不是我们地水火红六大海 是言而彼舍生意 叫六大海 这个六个大海 你看我们眼根看射程 我们就已经迷失自己的方向了 是不是环绕一大堆 是不是沉到大海去 耳朵 听人家一个声音 我们就高兴不高兴 我们也沉到大海里面去了 沉到我们的什么大海 贪赌的大海 撑赌的大海 鱼吃的大海 浇闷的大海里面 佛斗用这样的屁语 当之世类终不默 假如你有所医父 赶快来救把你 你当然就不会被沉到大海里面了 的烦恼的大海里面 所以得志安稳 大海彼岸 所以我们就可以跑到了 这个内涵的 内涵的彼岸 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禅修的当中 我们会鼓励你用阿纳波纳 来培养你吉吉内涵 吉吉内涵的 因为只要你阿纳波纳做得好 你就懂吉吉内涵 不需要方法 只要你有正念正见比较重要 正念正见比任何你所说的方法 还要更重要 而且我们常常讲 那个知见很重要 那个知见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 那个过程的当中 大家一定要见见 听经文法的法意 然后得志安稳大海的彼岸 无损无害受诸快乐 这时候我们就不会伤害自己 伤害自己 然后使自己心情完全受到 然后烦恼的那个逼迫 因为你假如我听经文法的话 听经文法 所以你们以为说 哎呀师父 为什么我都比你们进步 其实我的进步 是靠听经文法而来的 我不是靠有什么特殊的密法 特别的遇到 特别的善知识灌顶 所以比你们更进步 其实都不是 都是依教风行 听佛陀的话 你要多一点给你师维修 都是因为你要自救你自己 别人没有办法 别人只是介绍你接 然后引导你而已 可是自救还是要你靠你自己 让你自己 如是善献 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你能等 雖以大圣成就少婚 尽性爱要 若不失血 就是说我们 如果对于所谓 大圣的这个佛法 大圣的成就少婚 尽性爱乐 若不失血受此读诵 然后师为修许 为他远收 圣身波罗波罗密多 为首依附 当之如是 祝菩萨圣 祝善男子善你能等 忠道衰败 不正无上正能不敌 也就是说主委这一段真的是 我们听了有点 蛮伤心难过的 意思说你今天学佛 学了再怎么努力努力 你这个中间如果远离了 这个波罗波罗密多 你都很难承准症 你看 你看以前我们没有碰波罗波罗密多 你看我们拜金拜餐 我们有没有很努力 有啊 打佛妻打禅羞 我们有没有很努力 有啊 都很努力 可是你在努力的当中 你没有一套波罗波罗密多 為首依附 你没有一套波罗波罗密多 当之如是诸菩萨圣 诸善男子善你等 你看 忠道衰败 不正无上正等不敌 那我告诉你 里面在家人 比较不会忠道衰败 你听得懂师的意思吗 但是有一种人 你过度精进你会忠道衰败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太精进 人家都鼓励人家精进 你怎么鼓励人家不精进 我们佛法不是鼓励精进 要鼓励你正见 你要记住这一句话 你精进是盲修瞎念精进 听得懂啊 你没有正见不行的 所以你看我们八正道 佛陀有把正精进排到第一个吗 没有排到第一个啊 都把前面的会跟戒 也用好才在讲精进 听得懂啊 正见正思维正乙正与正业正命 你看前面两个是会嘛 中间是戒嘛 再来讲正精进跟正定 而且我们正定是排最后的 不是让你马上去修定的 因为佛陀灌输的是剥落正见 剥落正见 这个正见左偏下面全部都左偏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因为没有遇到善之事 所以主要这一段蛮重要 你看 尼亚成就少信 信尽爱乐 你对刀业 血佛也很喜欢啊 可是呢 若不输血 受此读众思维修席 为他演说圣身剥落剥落蜜多 为首依附 这一句话 你要记住喔 这时候呢 因为当之如是 住菩萨镇 住善男 你绝对中途就会 就会退到 那你们在家其实比较不知道 像我们出家事务 我们在僧团里面 我们都看多了 真的中道衰退的 尤其你们可能认识的知名度很高的人 可是你们没有第一手资料 让他的适者跟他交流过 中道衰败啊 多得不得了 你要记住 中道衰败 因为真的没有遇到波罗波罗蜜多 你到了那时候不知道 就算旁边有人跟你祝念佛号 你也听不进去 百分之百也听不进去 因为你们也没有经过实验过 像我们都有经过 精进的 可是某某修行者他没有 他不懂波罗波罗蜜多 他只懂得一直要做功课做功课 一直精进 一直精进而已 可是他不懂波罗波罗蜜多 然后一直精进的时候 他的精进的那个心态是什么 紧张的精进 这恐慌的精进 你不知道那个心灵 你不知道他们那个老修行的 他们在灵命中时那个恐慌 那种害怕 尤其如果老人更得病的时候 那真的是更恐慌 更害怕的 更害怕 所以之外你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间没有碰到圣神 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不懂 所以也就是说 你虽然学佛的四五十年 可是你的正念正见 都还不是波罗正见 你是一般信仰宗教的正见而已 听得懂师父的意思 你是一般的宗教的恭敬心 千诚心的那个程度而已 可是你没有提升 没有提升 所以到后来你都会有一条路 你自己会了知 有道无道自己知道 听得懂吗 你自己一定很清楚的 有道无道 你一定自己知道 所以我们 所以为什么你们问师父说 法师你出家多久 我说 法师 几年 三年而已 如果我后面讲三十年 我会被你们考导 被成吉士考导 你自然出家三十年以上 请问你现在公务怎么样 哇 如果我是我慢重 我直重 我可能用那个鲁家的教育 呵斥你 干嘛 你不尊敬长辈 听得懂 我可能用这样的方式跟你呵斥 听得懂 怎么可以跟长辈 问这个不女貌的事情 听得懂 我一定用这样的方式 如果 我们很理解 佛法法义的话 我们当然就不会 可斥对方 而且会讲真思义 我一样有遇到 比较老和尚讲真思义的人 他真的 他说这一生都没有得到 但是我确实有一点名气 被信徒供养 恭敬而已 但是自己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 你看这一条 你就是中道衰败 不正无上正的不理 为什么 没有衣服剥落剥落 蜘蛛 衣服剥落剥落 蜘蛛 好 然后呢 肉能 假如我们善男子善男人等 假如我们转过来 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转练 转练 并不是我们 对于外环卫的功课 把它火定掉排斥掉 我们没有这样回事 我们是把它观念提升 观念就是我们的政见 政念政知提升 是这样子的提升 若菩萨圣诸善男子善男人等 由于大胜成就 圆满敬爱信药 若能书写 受此 讀颂思维修 为他演收 圣身 剥落蜘蛛 为首衣服 你看喔 我们跟人家 思维修 或者有阴言为他演收 像朱恩里面 现在没有办法为他演收 但是我们先做到前面的 受此读诵思维修 这四个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自立嘛 先做这个 然后将来有这个阴言 我们才去做为他演收 没有阴言为他演说也不用勉强 然后圣身 若菩萨蜘蛛 为首衣服 当之如是诸 菩萨圣诸 善男子善女人等 你看喔 忠不忠道退路 升文及獨解定 定政无上政等不退 你绝对不会退 听得懂 为什么 因为菠萨菠萨蜘蛛 我们前面都已经 一直从入教育 他是在教育你不找二边 不斗路断边跟斗路长边 他的教育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不斗路断边 不斗路长边 我们又不否定断跟长的因言 听得懂 因为你我虽然不喜欢断的概念 也不喜欢长的概念 但是我不把它排斥 听得懂啊 我们不排斥他的 但是我们自己 學佛的人是要自知之明 自知之明 内观之急 我们叫做什么 一切实际论叫内政思维 你要内政思维 你有没有在某一个法上 你特别喜欢对他起着相 你要常常去思维 如果有发现有着相以后 你要想办法转念提升你自己 下面覆赐善线 若人异渡 显恶旷源 若不射受之良曲曲 我们你看佛陀用世俗地的屁 你看我们今天要越过 要去爬山 你要爬山之前 你要先把它计划好 然后现在来讲 天气会不会变化 你是春天爬还是夏天爬 还是冬天爬 你要理解啊 你要先衡量一下 不能光说好爬山明天就去了 结果什么都没带 结果呢 中途遇到什么 气候变迁 气候变化了 糟糕完了 听得懂啊 你不能啊 我们波罗波罗密都要有方便散角 你要爬山可以 我要去爬一山 那我爬一山的路有多少路 我是初学的人 那我去找那个不要过度冒险的路 听得懂吗 过度冒险的 我去找那个比较平坦 一样可以爬到一山就好了 我不要想要做世界第一人 所以诸位你要记住 你要涉受资粮 可是你今天要想承冷正解 你先了解你欠缺什么资粮 现在我们人道的众生 福报的资粮大家不会欠缺 应该你现在在人道 你福报资粮不会欠缺 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慧德资粮 波罗波罗密多的资粮 你要记住 所以你想要整整正解 你的福报其实是够的 尤其我们是人道中来学文 百分之百福报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又不是贪欲干很重 要世间那些很有名气的大富贵的人家 我们不是 我们是知足常乐的福报 听得懂 我们不是那个大富大贵 那大富大贵的福报 已经是犯了贪欲干 那没办法修行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唉呦 那些大富贵他们情很多很多 他犯贪欲干 贪欲干你要教他 你要叫比尔盖茲或者巴菲特来修行 真的很难 很困难 你看他福报大到没办法去理解 我们福报适中就好了 听得懂吗 知足就可以了 我们太穷太富都很难 因为为什么太穷也没办法修行 你看我们42章今 这个学佛20种懒 富贵邪道是其中一个 可是太贫穷也不行 也不能 因为整天都是烦恼 也不行 所以我们拿中道就好了 好 所以说若不射受资粮俱俱 你一定要射受资粮俱俱 然后不能打到安乐国土 也就是说你若不准备这些 你怎么有办法去安乐国土 所以注意要记住 我们都要到七方极乐世界 但是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阿弥陀佛今有一句话 就点醒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因缘得生彼佛 你们对这一句话要多多用功 什么叫不可以少善根 什么 概念才叫多善根 就记住这一句话 所以为什么练佛里面说 大家都要想去往生 可是其实去的没有人有去 死者死不去根本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去把奥陀佛今的精益 好好的思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那我们就要问 什么叫做多善根的因缘 听得懂吗 因为不可以少善根因缘 我们历代解释 奥陀佛今的大德很多 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但是建议大家参考他们的体会可以 但是不能一锤定江山 还是要靠你的思维力 你们自己回去参一参 什么叫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你要多善根 哪一类叫做多善根 所以你要先把你弄清楚 我们不能再用感性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是福慧双修到西方极乐世界 福慧双修 好 然后呢 若不射受 知良趣具 不能达到安乐国土 这一句话我们读的这一段 我就是拿奥密陀金刚才那一段提醒大家 以其中道遭苦失明 那中途当然走到一半 当然你都遇到 那个 不如意的那个因缘 如是善现 若菩萨圣诸善男子 善女人等 色语无上正等补体 好 所以我们现在 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一段 栽培自己 有信 有忍 有清净心 这个忍就是接受的意思 你看我们忍耐忍耐就是接受 就接纳的意思 这个忍不是我们一般 人家欺负我 我忍耐那个忍的解释 这个是接受法理 听得懂 我接受法理 所以有信 有忍 有清净心 然后呢 有肾意 要 然后我慢慢听听文法 喔 越听越喜欢 越殊胜 感觉 这个波罗波罗蜜多 对我帮助太大 听得懂 所以我不可能把它丢弃 然后呢 我听闻波罗波罗蜜多 有一天你的理解力会提升 所以叫有益胜解 你看喔 一般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文字 文字波罗 可是我们经过思维修以后 我们就进入观照波罗的答案 所以这个有益胜解 就是你已经经过观照波罗 所以你的 那个脑筋的理解力 思维判断力的答案就不一样 所以 然后呢 有益胜解 有舍心 精进 这个舍不是一般断见的舍料的舍 就是平等的意思 就是你要自己拿呢 我們在用功修行 有舍精进 这个舍不是一般的那个舍的意思 我们以后在佛法裡面 你只要看到舍就是平等的意思 比如你看我们慈悲喜舍 这个舍 这个舍就是说你要把前面慈悲喜 这三个做到清净平等心 才叫做舍你做到 不是丢弃的意思 要记住 就是我们以后你们看到我们佛法 佛法 佛教裡面文字的舍 就是清净平等的意思 然后呢 不计较的意思 然后呢 不执着的意思 这时候就说 你这个修行人 有做到舍 听得懂吗 你舍掉什么 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我都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有注意听 你们要有勇气 把你们的烦恼给舍出来 执着给舍出来 有没有这样跟你们讲 你在禅修的时候 你要有勇气 把你的妄念执着给舍出来 听得懂吗 一样的道理 若不射受 聖身波罗波罗密多 即宜功德 当之如是 诸菩萨圣 诸善然子 善你人诚 冬道衰败 不正无上正等不 你看喔 在你舍佛的构成当中 你 不提升你的水平 来了解波罗波罗密多 你绝对会中道衰败 绝对会中道衰败 这四个字真的是 我说因为你们是在家居士 所以你们很少有办法碰到第一线 那中道衰败的四个字 师傅所遇到很多 无可奈何的 无可奈何的 都是中道衰败 你不要看你他嘴巴唸佛号 可是内心棋子惶恐 他紧张得要命 你不要看外 看那个表面 因为中道衰败 因为他不知道他 到最后可能 对这个无上圣生的那个圣号 波罗圣号 阿弥陀佛这些圣号 都叫波罗的圣号 都叫波罗的圣号 他可能 对他有恐有不 有畏有惧的 听得懂 他担心他自己 然后呢 退路啊 你看喔 退路 三文集或独结地 就退了 善献当之 若人异度显恶 旷野 若能射受 知良俱寂 你看我们这一柄 都是跟上一柄 就是佛陀一直在鼓励 我们对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用很多这样的辟语 希望你能够接受 希望你波罗波罗蜜多 他并不是什么困难的功课 所以你们要记住 我们今天讲大波罗蜜 没什么了不起 你不要以为他 他是那个大学生的课程 他不是 他是放下执著的课程 他不是那个大学生的课程 或者博士硕士的课程 他是他从头到尾 是要交代你一件事情 放下你的我词 放下你的法词吧 其实波罗波罗蜜多 教育是这个而已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 要追求无上真理的真实意 为什么你今天到 你在这个国土不学波罗波罗蜜多 可是你往生他方国土 你看那个他方国土里面的 白紙黑字都跟你写 你到了八方国土 你要到十方岔土 听闻波罗波罗蜜多 那个主人都欢迎你赶快去赶快去 因为你到他方国土 不需要再讲那个欠人为善的事情 不要再去讲那修桥普路 因为十方岔土没有路让你铺 没有铺路 没有铺路 没有车子 听得懂 你不需要再 再搞那个死战业道的事情了 不需要了 你要提升的是波罗波罗蜜多 所以我发现 哎哟 经典如果你到他方国土 真的都不再做 在做那个死战业道的事情 都在提升 你一定要去他方国土 或者我们这一个国土的主人 有讲圣圣波罗波罗蜜多 因为你没有讲圣圣波罗波罗蜜多的提升 你终究不能成就无上正等菩提 讲排点就是这样子 你想要无上正等菩提 那你一定要融入圣圣波罗波罗蜜多 真的 所以善陷当之 如人亦渡显恶旷野若能射受 之两虚俱阳 必当达到安乐国土 不忠道 招苦舍命 所以你在走的当中 你不会遇到那个灾难 遇到灾难 然后招苦舍命 如是善陷 菩萨圣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亦以无上正等菩提 有性有忍 有清静心 有圣意乐 有益圣洁 有舍精进 然后富能 色受圣身波罗波罗 都给予功德 给予功德 就包括了我们前面的 所谓布施 境界 安人 精进禅定 这个就是积以功德 积以功德 当之 如是诸菩萨圣 诸善男子善女人等 不忠道 好损好退败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念 你中间不会好损退败 草生文地 及独解地 成熟友情 眼镜佛土 即正无上正等菩提 或是三千 譬如 男子挤诸女人 直辞 撇瓶 义合 取水 若持若井 若持若聚 然后 当之持品 不酒烂饭 也就是说你虽然拿一个瓶 可是这个瓶 已经有一点泪痕 有一点要破了 有一点洞孔的 可是你取水 取水的话 你这个瓶已经有泪痕 或者破洞 那你取的水 根本 没有办法拿回家 就已经半路 就已经都落光了 佛土 用这样的屁 然后 当之持品 不酒烂坏 何以故 四瓶未熟 不堪 慎水 这个瓶 刚刚做好 他根本还没有被晒干 还没有被完全圆满 那你拿地去装水 他一定会被水给侵蚀 然后呢 终归地固 他一定会破掉 如是善限 有菩萨 圣诸 善男子 善女 能等色语 無上正等菩提 有性 有忍 有清静 有圣意 乐 有益 聖解 有舍心静 若不舍 若不色受圣身 波洛 波洛密多 方便善巧 即便眼裡 你看 你是一個很用功的人 前面你看 佛陀儀 這個修行人 他在寫佛的當中 他的資格條件 也幫自己提升 提升什麼 有性 有忍 有清静心 有沒有 有圣意樂 都有這個 有益聖解 有舍精静 但是若不色受圣身 波洛密多 這個才是最主要的關卡 所以我為什麼 我們拿這句話不要看別人 我們看我們自己 從學我到現在 請問我們是不是 現在佛陀白紙黑字講這一段話的人 我們都是這個 有信 有忍 有清靜心 有聖意樂 有益聖解 有沒有 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這個 然後 但是你若不色受圣身 波洛密多 方便善巧 你看 即便眼裡 波洛 近立 你已經盡安忍境界 不失波洛密多 可是你 你不色受波洛密多 來把你前面的 有信 有忍 有清靜心 有聖意樂 提升 結果你 因為不想色受波洛密多 的時候 你將來 所有的後面的功課 都無法圓滿 所以不然 你可以問 你自己 乃至 問 你所認識的同堂道友 我看你每天都做早網課很認真用功 我問你 你知道什麼叫聖身波洛波洛密多嗎 他說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聖身波洛波洛密多這一條 這個是解 你看喔 你不知道聖身波洛波洛密多 你自然而然 你很難提升了 所以你一輩子 是不是一個很老實的修行人 是啊 你是很老實的修行人 但是沒解脫 因為有道無道自己一定很知道 不需要再問別人 不需要問觀世音菩薩 或者說擲筊一下 不用問 所以 你看喔 即便遠離 波洛 淨力 乃至 布施波洛密多 一副遠離 你看喔 內空外空 內外空空空空 大空 生意空 有為空 無為空 必敬空 無敬無散空 本性空 自共相空 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 無性空 然後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一副遠離 真如法界 法性 不希望性 不變異性 平等性離 深性法定法柱 實際 虛空界 不失意見 一副遠離 普及媚道聖地 一副遠離 四近立 四無諒 四無色定 一副遠離 八卸托 八聖處 九四地定十片處 一副遠離 四念柱 四正段 四神主 五根五立 七等級之八聖道之 一副遠離 空無相 無厭解透明 一副遠離 菩薩實地 一副遠離 五眼六神通 一副遠離 如來實力 四無所謂 四無愛解 大慈大悲 大喜大捨 十八佛不共華 一副遠離 無忘思法 橫住捨性 一副遠離 鐸羅尼門 三謀地門 一副遠離 成熟有情 嚴盡佛土 一副遠離 一切至到向至 一切向至當之 如是鑄菩薩聖 諸善安子善禮 能等中道衰伴 你看中道衰伴 然後不正無上正得不敵 退怒生文即獨解地 你看 你看我們如果講後面說 退怒生文讀者就是退怒 你的學佛雖然學了五十年 但是你這個學佛五十年的 這個修行的觀念 都還小學生的觀念 外表你是借大很高 老居士已經四五十年了 可是你的思想概念 沒有波羅波羅蜂蜜 你還是一樣跟小學生一樣 跟那個小學生一樣 看到任何境界 三獨五蓋就起來 反三獨五蓋起來 你看我們剛才所練的 這些遠離 全部都遠離掉 聽得懂嗎 你三獨五蓋一起來 不要講遠離十八空 遠離真如法界法性 遠離四近立四無量 遠離三十七道平 遠離十八不共法 遠離大直大直大悲 因為你有三獨五蓋的升級 你剛才所念這些 對對都遠離掉 都遠離的 你如果在學佛的這個 資歷裡面已經四五十年了 你沒有聖正波羅波羅蜜蜜蜜的教育 你提升 可是你確實 很 在某一方面裏面 確實有少有名氣 但是你少有名氣的這個修心人 有道無道自己很知道 知道說 我遠離波羅波羅蜜蜜蜜蜜 其實我對這個佛法的信心 其實也很知道自己 到現在還沒有提升起來 可是人家問你 邪佛幾年了 借辣50年 或者呢 邪佛已經70年了 可是你到靈命中時 還有孔 有不 有畏 有去 為什麼 因為有身見存在 凡會靈命中時 你會有孔 有不 有畏 有去 就表示你還有身見 坦白講 當你有身見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下面我不好意思說 用任何法門來救你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的身見超過的 要用某個法門來救把你的那個 真的是來不及了 來不及救你了 因為你那個執著已經值了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 值走四五十年你要 大家都知道 我們自己家裡的任何一個人 我們的宗教信仰不同 我們今天要想引導對方改善的話 當他值走某一個宗教 或者一個觀念已經 一二十年乃至五六十年 你要讓他轉念正念正見 那是很難的事情 既然很難 像師傅不是沒有慈悲心 我就先救我自己 我放棄吧 我先救把我自己再說 我就把我自己有沒有教育 我進入波羅波羅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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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的善根有啟發 聽得懂嗎 有啟發 有啟發他才可以轉型 他才可以轉型說 我國小畢業要讀初中 我初中畢業要讀高中 我高中畢業要讀大學 也就是說我學我這一條路 我從初級階段慢慢提升以後 我才知道什麼叫做 儒實義的究竟解脫 後來我才知道 你今天要得到儒實義的解脫 最後你就一條路可走 不能遠離波羅波羅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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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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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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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學佛經驗 那麼多年了 假如我們現在所有的修行人 大家都沒有因緣碰到菠蘿蠻多 你看 我們的修行都停留在哪裡 就算你介大很高 你這個老居士學佛很久 你在日常生活 我告訴你 你跟家裡的人 攤一蓋 撐一蓋 一絲蓋 照樣冒出來 有沒有 照樣冒 人家問 某某你學佛多久了 50年 你的攤一蓋 撐一蓋 還比我沒學佛還加倍的嚴重 而且最嚴重的是焦慢心 你知道我學幾年嗎 你知道我學多久了 焦慢心比那個沒有學佛的時候更糟糕 這個為什麼我想 因為遠離菠蘿菠蘿蠻多的關係 聽得懂 我現在鼓勵你們提升 這個不是我發明的 這是我們讀菠蘿法會裡面 文字菠蘿的開示經濟 你要開示經濟 我後來才漸漸知道 原來 斷三毒五蓋的唯一解決方法 不能遠離聖生菠蘿菠蘿蠻多 要用菠蘿菠蘿蠻多 就把你的三毒五蓋的吸氣 就走這條路 所以為什麼你今天虛方道實方岔土 可是你的品位為什麼那麼低 就是因為三毒五蓋吸氣在 所以品位低啊 品位低死造成了 是阿彌陀佛先跟你畫框框嗎 沒有耶 阿彌陀佛從來不會跟法界中生畫框框 是你個人自己的習氣之所畫框框 所以你乖乖下筆下身 還要經過十二大節才有辦法發胎 獻我物身 為什麼要那麼久啊 因為習氣難改 十二大節呢 不是講十二小節 我一看都十二大節嚇死人了 我一看我真的有孔有不有畏激 你才下筆下身啊 要去那邊 你要得到那個發胎見我物身 你要十二大節 他都暈倒了 所以主委你們一定要教育你自己 任何一個想要學佛人 不管他是四中弟子的身分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眼離波羅繃繃不多 真的 你對你自己沒藥可救了 你眼離波羅 為什麼 因為你雖然外表跟 被人家撐陽讚嘆 你這個是很老修行的人 但是我們剛才不是跟你跟大家講 那個老修行人自己知道他的功夫 所以有道無道他自己知道 因為他眼根看射程 他的習氣的貪欲蓋稱為蓋 就已經起心動念了 他自己很清楚 我已經五十大六十大的人 我還這樣子 你說到那時候他 不害怕才奇怪 絕對會害怕的 有孔有不有畏有據 所以希望大家都聽聽佛陀的話 盡量都聽佛陀的話 你要就把你自己 真的都接近聖誠波羅繃不多的 來教化你自己 把那個我子的執著 把它融化掉 聽得懂嗎 把它融化掉 善獻當之 譬如男子 諸女人 池燒手 瓶 易和取水 因為你這個瓶被燒得很完整 所以你去取水 若齒若緊若淺若聚 當之此瓶終不難壞 因為你這個瓶已經被燒成功了 所以裝水沒問題 前面那個屁是 你那個瓶根本還沒有還是土 根本還沒有變成一個瓶子 那你就去裝水 那個土一倒水當然就被水融化了 可是你現在已經成熟了瓶子的 當之此瓶終不難壞 何以故 此瓶善手 勘任沉水 所以要記住 你們如何 聽聞波羅繃不多摘別人 是一個成熟的瓶子 是一個成熟的修道人 這樣聽得懂嗎 佛陀用這樣的屁 只是告訴我們 你諸位你不要把屁當故事 當故事講給別人聽而已 但是要讓我們自己自審自覺觀 聽得懂 所以何以故 四平善手勘任沉水 然後極經勞固如是善現 菩薩聖諸善男子善你等等 若以無上正等補體有性有忍 我們走無上正等補體這一條路 有性有忍 有清淨經 有聖意樂 有聖意解 有捨精淨 互能色受聖身 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他又能夠色受波羅密多 而且下面有很多方便散角 方便散角越多的人 他的執著就越輕 你要記住 所以你們要教育你自己 因為你今天不是要做一個完美的人 你今天是要解脫 所以你今天六根一到六成的時候 你要提醒你 我們要有原則 但是那個原則不要反饋回來 變成三毒五蓋的習氣 這個是我們每一個修行人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你看你要遵守我的規矩原則 結果我們再跟人家講 我們一面講一面發脾氣 那你的規矩原則本來是要解脫 但是到後來沒解脫 到後來融入三毒五蓋的籤套裡面 這樣聽得懂你們要記住 我要有原則 但是那個原則你不要 往過來把自己受 放在原則的籤籤裡面繞來繞去 結果你也沒解脫 再記住一下 所以說我們現在去裝水 我們要把自己好的瓶子拿去裝水 堪任沉水 其堅牢固 如是善獻憂 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寧人者 若以無上正等補體 有性憂人有清淨有聖義樂 有義聖傑有捨清淨 有捨清淨前面已經解釋過了 盡量栽培自己清淨平等 然後呢 腹能射受聖身波洛 波洛密多方便散角便 不遠離 你看喔 我們就不會遠離 不遠離下面這些 波洛盡力 精淨安忍境界 布施波洛密多 如是乃至 不遠離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 由是因緣常為諸佛及諸菩薩 謀煞眾射受附念 所以你看喔 假如你有在血火過程中 我們遇到波洛法會 然後我們可以融入 你可以 你看 你可以發現喔 你可以改善你多少執著喜氣 但是你如果遇到的那個 示眾弟子追身 從來沒有碰過大波洛間 你們都有接觸過了 我知道你們在座血火 都超過我80年了 有80年的幾首 那有可能啊 有喔 吳喊你80年喔 80年 80年耶 他從那出生就開始血了 今年80歲 80年了 你看喔 你今天血火 然後呢 你血火那麼久了以後 那你遠離波洛波洛密多 就算你血了多少年 我告訴你 你還是凡夫俗子 你還是外環位的根基 聽得懂啊 所以 我們學波洛波洛密多 坦白講跟幾年沒關係 跟你要不要提早熔怒有關係 聽得懂啊 如果你現在喔 要趕快走回頭路 走到什麼 波洛波洛密多這一條路 你不能再停留外環位 內環位 聽得懂 那個階段 由是因緣 如果你做得到 你看佛陀說 由是因緣 常為諸佛及諸菩薩摩薩眾 色受護內 你看 坦白講這一段 真的要畫出來 畫起來 我為什麼叫你們畫出來 我用謊方便的告 提醒大家 你這個修行人 如果你要把自己提升到 為十方諸佛為你色受護內 請問你要改 改善什麼習氣 希望諸佛才會跟你色受護內 我一直用這樣訪問你 你動不動都說 希望十方諸佛跟我護內 那我問你 你到底要自我摘平哪一個水平的時候 十方諸佛菩薩才會跟你色受護內 所以你要自己思考思考一下 你看 所以才說 你要自我做到 不能遠離六度 不能遠離六種波多麼多 十方諸佛菩薩才會跟你色受護內 所以你想說 我某某人修行 然後我以為受五界有二十五位護法 保護你 沒有啦 你那一天受五界 他們早就去請假去喝茶了 他還會在旁邊二十五位護 替你罰站 不會的啦 聽得懂 因為他知道你受五界 根本沒有正念正見 為什麼 他們有小五通 我們只是吃飯會通而已 其他是不通的 聽得懂 而且如果我們的通 只是看人家的缺點的時候 那時候更通 我們批評人家的口試 心悔那時候才更通 其他的都不通了 所以記住 你今天要像十方諸佛法 來護內你色受護內 那你應該要先摘給你自己再說吧 當之如是祝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 人等忠道衰號退伴 如果你是這樣子 你絕對不會遇到很多逆境 遇到人家排斥你 毀謗你 你聽到或者怎麼樣 你都不會 幹嘛 中途 不想再學活了 你不會這樣子的 為什麼 因為你對波羅波羅密多的信心忽念 一百分 然後呢 你超過生文帝及獨解帝 成熟友情嚴盡佛土 急震無上震等補體 或是扇線 譬如商人無巧方便智 你看 有一個商人他要做生意 因為你要做生意要有方便扇巧 然後呢 這個商人沒有方便扇巧 船在海岸位聚裝置 我們船在岸邊 他所有的這個船 所要的那個 到大海裡面所用的工具 他沒有把它準備好 然後他急持財物安置其上 他就把那個財寶就放在船上了 可是船要做的這些道具 他都沒有先準備好 這個人手人力他都沒有先安排好 他就把財物先放在床上 你看這個佛陀用這樣屁告訴我們 然後呢 千草水中 樹變淨發 當至四船中道快夢 因為你 這個船都還破破爛爛 你也沒有把它修整一下 他一直在告訴佛陀用 為什麼用這樣屁 是說我們今天寫佛的人 要先了解自己的執著缺點 先把自己的執著缺點改掉 你才有成等正解的機會 這樣屁是這個意思 你看我們現在 這個船也沒有修理好 應該要到海上所遇到的那個 那個大風大浪 你一定會遇到 或者天氣好天氣壞 你都會遇到 你這個都要先準備好 你都不準備 你先把財寶都放在船上 然後就發動走 走到一半再出問題了 他一直在告訴我們 今天我沒學佛 我建議大家 真的 如這樣的屁 先發現自己的執著缺點在哪裡 這個改掉以後 才有成等正解的機會 這個不改 你再怎麼做功課 再怎麼用力划船 永遠無法到彼岸 聽得懂這樣的屁語嗎 你看我們在波羅華多少屁語 都是在這樣警示我們 可是我們都叫不行 叫不行 我在上課我就要跟你講白一點算 所以講白一點有時候得罪你們 希望你們都有波羅波羅蜜多的大海 讓我跳進去熔怒 不要把我排斥掉 下星期不來了 我可以不來你們不可以不來 因為你們來幹嘛輪流上課 好 牽著水中樹變進花 你看他馬上就 當之四傳中道 那你到中道一定會 這個傳一定出問題 怒傳人傳財物 這個危險來的 然後善道益處 如是商人無巧辯之 這個商人是沒有巧辯之 喪失生命及大財寶 你看佛陀用這樣屁語就是告訴我們修行人 我們都想努力用功努力用功 但是我建議大家不要盲目的努力用功 盲目的努力用功就是 類似這些佛陀剛才講那個屁語 把財寶都慢慢堆積在床上 這個床上的道具 開到這個床的用具 也沒有先把它檢查好 聽得懂 醫師告訴我們 你不要去盲目用功 然後每天訂很多功課 結果到後來你的結果還是 師傅我修了三四十年 怎麼煩惱執著還那麼多 都排擠不掉 恭喜恭喜你今天回光返照 問了這個問題 我以為你都不會問這個問題 聽得懂 有問問題已經有嘗過失敗 什麼失敗 被煩惱執著 攻陷進入了 哇糟糕 怎麼都沒有辦法擺平怎麼辦 還有救 有些人愛了面子 他是不問人家的 尤其你們在家居是還好一點 我們 進來 這個修行的身團 要問人家的那個 那真的是面子都拉不下來的 拉不下來 所以你也記住 你不要以為 很多的修行人在修學活道 是為了斷煩惱我職才來修行 因為都還不了解經歷 但是有過去累積十三夜道的喪根 聽得懂 有他的解脫的喪根 但是法理還搞得迷迷糊糊的 好 所以佛陀為什麼用這樣闢語 就是警示我們修行人 你應該先了解你 不然你中途就會像這個喪人 如是喪人無巧遍至 喪失生命 極大財寶如是善獻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靈人等 射於無上正等菩提 有信有忍有清淨心 有聖解益樂 有欲聖解有捨清淨 肉不射受 波羅波羅密度 這一點才會一直要 尤其你們 世宗自己子邪輔已經一段時間了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用世俗地屁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邪輔二十年以上的人 真的你們如果有遇到 包括你自己 你一定要轉型 進入波羅波羅密度這一條路來 也就是說我說你學了二十年 因為我們學了二十年 都還停留在感應道交 還心外求法 沒有關係 因為那時候沒有遇到善之事 所以我還停在這個沒關係 但是你有了前面的這個二十年的這個 雖然還是有執著 但是還算屬於善法的福德資料 雖然沒有會 但是你還是有福報 但是你在這個二十年的當中 你一定要轉型提升 轉型提升走路波羅波羅密度 如果你經過二三十年 你沒有轉型波羅波羅密度 不要說你們在家即使 連我們出家事物都到靈命中時 有精有苦有不有味 你就會發生 你雖然旁邊有人跟你註念 可是這個王者心裡太有數了 你們跟我註念我佛號有聽沒到 因為立心當下要幹嘛 有精有孔有不有味 為什麼會有產生這四種現象 因為身見還在 我見還在 聽得懂 還在擔心 彌陀如來 到底有沒有來接我 你這個念頭一起來 請問你 你這個念頭起來 是不是代表信心已經沒有了 你這個念頭起來 早就表示你沒信心了 你今天才起這個念頭 你懷疑誰 你沒有懷疑你自己 你懷疑阿彌陀佛 到底他會不會來 你懷疑他 為什麼要懷疑 因為就是沒有轉到 聖聲波羅波羅密度的教育 才會有孔有不有味 因為你大家裡面都沒有 是不是觀察力蠻敏銳的 這個王者一觀察 他會不會緊張 他會不會擔憂 其實都不在於他邪火多久 邪火多久都其次 但是邪火多久的當中 他都沒有轉戀他的 有孔有不有味有懼的那種心態 他沒有轉過來 他沒有轉過來 就是你雖然四五十年了 但是一樣 所以你就會越戀越害怕 越恐懼越不安 聽得懂 所以諸位你看到我們佛陀 這樣的關心我們 希望你們能夠接受 若不射受聖聲波羅波羅密度 方便善巧責變眼離 你看你不射受方便 眼離波羅盡禮 精靜安忍境界 布施波羅密度 如是乃至眼離一切至 道向至一切相至 當之如是諸菩薩聖 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中道衰敗 你看 如果我們 然後喪失生命即大財寶 喪失命者為度生文即獨解地 失財寶者 你看佛陀後面講一個答案 什麼叫失財寶者 就是失無上正等不敵 你就失去了無上正等不敵這一條路 所以諸位你們在血火構成中 我們建議你們要提升 什麼叫提升 日常生活跟你家裡的人 任何人的六根一到六根境界 你借用他們的境界來反看你 反看你會不會被 召感又生起三毒五害的喜氣 因為你的孫子不聽你的話 你趕快反看你這個爺爺奶奶 我會不會對這個孫子印象不好 如果這樣子你就遠離波羅波羅蜜多 聽得懂嗎 而且你如果還跟他計較 遠離波羅波羅蜜多 聽得懂你要用這樣子來考試你自己 要考試你自己 所以你今天 如果你還在停留在被八風很容易吹得動 大家都知道八風的故事 其實大風的故事不是蘇東坡一個人才有 我們都有 所以那故事在說我們也不是在說蘇東坡 對不對 我們都是蘇東坡的代言人 聽得懂嗎 我們都是三毒五害 習氣很重的代言人 所以你不要看故事取笑蘇東坡 你要反過來取笑自己 我學服我已經六十年了 還很容易被力摔尾撐之鼓都帶著跑 所以我是不是蘇東坡 我講那個蘇是蘇影的蘇 蘇得一塌糊塗 聽得懂嗎 因為我常常發音不標準 你要你們要原諒一下 蘇得很驚慘 蘇在誰的手下 蘇在你自己三毒五害的手下 不是對方害你喔 你要記住你不要一直 又說對方讓我起三毒五害 然後把罪勾都推給他 可是英國推不過去啦 請問你在起煩惱的時候 你的煩惱推 有辦法推給對方跟你一起煩惱嗎 我們試驗看看 推不過去啊 這個還是自己接受吧 大家一記住 善獻當之 譬如商人有巧辯志 商人就是我們講我們用功修行人 你真的要有巧辯志 不要在這一身邪火當中 用自己陷害了自己 現在海岸專制床羽 翻牽怒水 他先把 有方便字 他先 我財寶要放在床 然後我先把這個床 那個檢查一遍 然後呢 他所應該 如何如何如何 我都把它籌備好 然後呢 我才翻牽怒水 之無穿屑 我把它檢查以後 這個床 這個床呢 遇到這個水沒有 床是沒有破洞的 水不會進來 我要檢查一下 或此財務 至上而去 也就是說 告訴我們今天想要成本聖結的話 可以 但是你先發現你的執著缺點再說 把自己的缺點改善掉 所以因為大家 以前像師傅在外防衛 都不知道這個原理 所以我們忙於做功課 但是我們都沒有想說 把自己的缺點改掉 可是我們那時候忙於做功課 我們的心態是什麼 像是諸佛菩薩幫我把缺點拿掉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初學 有沒有這樣心態跟我一樣 沒有喔 你們善根怎麼那麼好 我以前就是這種想法 希望我的煩惱執著 我只要拜 某一尊佛的名號 或者拜八十八號 然後我的煩惱就把它戳走了 直走就把它塗走了 結果我已經拜了三年 還塗不走 我說奇怪 怎麼這個煩惱忘念那麼多 怎麼都戳不走呢 奇怪 你看以前我們沒有遇到三知識 的時候都是這樣子的 好 這樣的累積善根 我們也不否定 好 可是我們要進步轉念 聽得懂 為什麼要進步轉念 因為有一天你會自省 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某某的已經 已經那個八十八佛 還有某一尊十方諸佛三千佛 我已經拜了好多好多 可是我發現每一拜下去 不是練這個佛號 嘴巴練這個佛號 是跟妄念妄想是一家人 平起平坐 我下去這個妄念妄想也下去 我起來妄念妄想也起來 奇怪怎麼拜五年十年 這個都沒改善 到底影音出在哪裡 所以如果你解察力很明對 你真的會發現這個 以後有解察力發現這個 這個修行人還有救呢 因為他知道如果沒有想辦法改 他一定會有孔有布有味有據 一定會升級這樣子的 可是你不能一輩子有孔有布有味有據 你要想辦法轉型 是到你哪裡出了問題 所以你們知道哪個不用出問題 沒有政見出問題 我後來才知道沒有政見出問題 不是你沒有精進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講 八正道有把政經進放在第一個嗎 沒有啊 你要政經進可以啊 前面那個先做再說 再來我們再講經進 可是以前我們初學的時候 沒有被這樣教育喔 沒有被這樣教育 先注重政見正思維 我們注重政經進跟正定 然後就一頭摘下去 所以哪個地方辦殘修活動 辦什麼法會 我們就一頭趕快去報名參加 結果參加一個禮拜累的回來 結果都是重複這樣子 主委你要記住 如果我們今天邪佛 你這個東間啊 像這裡佛陀所講的屁 你一定要開始轉運轉型的 因為到後來也只有靠你自己 舊把你自己 當之四傳必不壞夢 因為我才有辦法 把財務放在船上 人物啊安穩啊達所自助 人跟這些物品 才會達到我們的目的地 如是善現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若以無上正等菩提 有性有忍 有清淨心 有聖意樂 有欲聖解 有捨精進 富能色受 聖聖波多波米多 方便善巧 你看我們前面喔 已經要教育你喔 我們對於無上正等菩提這一條路 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有性 有忍 人我已經解釋過 就接受 我要接受 無上正等菩提這一條路 所有的佛陀所教育的正念正見的 那個經文 所以 有性有忍 然後我清淨心 我不再起分別心了 然後有聖意樂 有益聖解 有捨精進 捨我們剛才已經講這 清淨平等 有捨精進 然後 便能色受聖聖波多波米多 方便善巧 便不遠離 玻璃 盡力 精進 安忍境界 布施波多米多 乃至 不遠離 一切智 道相智 一切相智 由是因緣 常為諸佛 所以你今天要讓善知識對你好一點 常為諸佛及諸菩薩 重色受護念 請問你要不要改變你的邪佛的正念正見 要 好 當之如是祝菩薩聖 祝善男子善女人等 忠不忠道摔壞 摔耗退敗 你走 再走怎麼長遠的路 你都不會中途說 好累喔 邪佛這一條路好辛苦 不要再往前走太累 我告訴你你如果了解 波多波多米多倫 他不會起這個反悔的話 不會起反悔的念頭 絕對不會的 但是沒有經過波多波多米多的 欣喜的人 告訴你百分之超過1 百分之101 絕對會反悔 絕對會退到 你要記住 如果這裡佛陀已經開始 而且我們抄 抄昇文地及獨解地 成熟有情眼鏡糊塗 急症無上症等 補體 或是扇線 譬如有人連120 腦起摔熟 互加重病 所謂封病熱病 然後淡病 急痒 前面三種雜病 然後一意迎合 是老病人 博從床上能致其佛 當然這個屁 大家一看就懂 你已經都躺在床上 叫這個病人自己爬起來 他有能力爬起來嗎 人當然沒有能力爬起來 你看 因為他有三種雜病 現在住在醫院的 已經不是三種雜病 比這裡的所謂 你要記住 在佛陀那個年代 有瘋病 熱病 淡病 這個還小case 我們現在是癌症 一大堆的癌 這些的病離癌症 那個距離太遙遠了 但是佛陀那個年代 說你有這三種雜病 我告訴你 你就爬不起來了 他有這個雜病 然後善心對焉 佛也是真佛也善智 他說這個老病人 可以自己爬起來 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建議大家 寫我這一條路 拜託拜託 不要讓自己生病 生安則盜農 要記住 一生病下去 所有的那個正念正見幾乎都跑光了 我告訴你 因為師父是出家人 我們幫出家人照顧 照顧出家人病者 或者所有寺廟的 那個機會多的是 但是如果這個被照顧的 這個出家人沒有正念正見幾乎都是 有什麼是我 為什麼是我呢 今天躺在床上呢 你看 那個蠻宴萬壇 你要懂呢 你要記住 所以大家一定要要記住 善先對焉 佛也是真佛也善是 可以自己爬起來哪有可能 佛告善先 四人設有福令起立 一無立行一舉若 雖然這個病人 我要把他扶起來 但是讓他走一句如捨 我們用一舉如捨 用現在的那個台詞好了 一個例子就是一台詞 或者十台詞 我們距離這樣P就好了 這是印度的那個尺寸的名稱 所以叫舉如捨 或者二舉如捨三舉如捨 腦病甚固 腦跟病太嚴重了 甚至太嚴重了 如是善先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 能等色與無上正等菩提 有性有忍有清淨心 有聖義樂 有慾聖解 有捨精進 若不射受生生菩薩 菩薩蜜多方便散角即便遠離 所以這一句話真的很重要 假如你遠離的菩薩蜜多 你再怎麼用功 都是人天福報 都是人天福報 你即便遠離 菩薩盡力 精進 安忍 境界 布施菩蜜多 如是乃至遠離 一切至道相至一切相至 當之如是祝菩薩聖 諸善男子善女人神 中道衰敗 所以我才說 中道衰敗是個字 你們在家居士 要遇到這樣情境很少 可是我們出家眾 當很多出家人的逝者 我們機會多的是 但是我們遇到這中道衰敗 機會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國土 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 在師父邪府那個年代 沒有推廣聖聖波羅 波羅密多的教理 的正念正知 沒有 我們都只是外環位 一直拜某一尊火的聖號 然後拜三四十年 我們沒有再推廣聖聖波羅 波羅密多 所以有道無道自己知道 所以我常常都問說 某某人你一直拜火 拜一百拜五百拜 請問這個拜的當中 你有沒有一拜你自己自解親近的 他說他拜了三十年從來沒有一拜成功 他拜了三十年 這個還算老實出家人跟我回答 如果你們問我的話 我一定會打望你 因為我按命志 你不用問 你問我也不會告訴你 一定有的 你看如果我愛面子 一定會跟陳醫師 你要問我 因為我沒出家久了 會被人家問 尤其那個冒失鬼都問 師父你收那麼久了 你現在怎麼樣 我說我現在得到養就吃了 嘴巴喝水了 不然要怎麼樣 你不是跟我一樣 我說我們本來就一樣了 本來修行要修到病 妖怪跟人家不一樣 聽得懂都一樣 好 所以就是禪宗所講的 餓了就吃 內了就睡 這個才叫民心見心的人 這個才懂得 聖真菠落菠落密多的人 聽得懂嗎 因為佛陀在最深的邪佛 不管你用什麼法門 大家一定要記住 都希望你回到 清淨平等的心態而已 所以都一樣 聽得懂嗎 餓了要吃 累了要睡 所以都一樣 這叫清淨平等 聽得懂嗎 好 然後呢 當之如是助 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 人等中道衰敗 不正無上正等菩提 退怒 生文集 集或讀解地 何以故呢 不射受聖真菠落菠落密多 方半向腳 因為你不想射受菠落菠落密多 然後離諸功德 諸佛菩薩不復念故 這一段話起來 你如果 你不要邪佛三四十年了 你還在問諸佛 十方諸佛 你們有沒有來跟我復念 你如果這一條路 遠離菠落菠落密多 怎麼跟你復念 我都沒辦法 我想要復念 你都還對我有著相 把我排擠掉 聽得懂 因為菠落菠落密多 的那個修行者 他絕對不能有惡的執著 聽得懂 他知道言其法有惡 有惡就是是非對錯高低美醜 可是在是非歸高低美醜的 這個因緣裡面 他不會起貪欲蓋稱謂蓋 不會起五蓋起來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我們了解菠落菠落密多的人 一定會尊重延其法 所以在尊重延其法 比如說我今天學火很久了 我已經四五十年的借辣 但是你對我公盡不公盡 這個是延其法 但是我們了解菠落菠落密多的修行人 不會在意你對我公盡不公盡 我有掛愛心 聽得懂嗎 這個才叫菠落菠落密多的行者 聽得懂這意思嗎 他不會再落入世間的二言論 聽得二邊的指走 他也不會在信眾的面前演戲 他不會 他法有如事 聽得懂嗎 他法有如事的 所以這個才叫做你了解菠落菠密多 不然你會如這裡所想 離諸功德諸佛菩薩不復念故 你看你的結果就會走上這一條路 所以希望大家 聽得佛陀這一段的開示 就是如何去糾正自己 我們不要去糾正別人 因為本來我們就還有很多我執法執沒有改善 所以你何必去糾正別人幹嘛 你應該去糾正自己 我們聽聽很好是糾正自己 不是在增長那個文字知識的水平 聽得懂嗎 我讀大波陸經 我告訴你讀大波陸經 你要記住 你讀大波陸經是你的福報 什麼叫做福報 因為大波陸經專門我後來讀一讀 我以為讀大波陸經有多大功德以前 後來才知道 原來大波陸經都在抓住我們 抓我們的缺點 什麼我以為讀大波陸經 我讀一讀以後我變成什麼聖人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剩下機器投胎的人 就剩下這樣的自己投胎 後來讀大波陸經 哇 糟糕 你也讀大波陸經 結果幹嘛 在抓你的執著缺點 你要不要改 你這個功課你要自己做 好 休息一下 好 我們看我們的影印版本 大波陸經第二會的 我們六八二頁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第二段 上線當之 譬如有人連百二十 老冒衰熟 附加重病 胃 風 熱 痰 這個是痰 就是那個我們 生苦水那個古代的那個痰的字 或三種 前面三種雜病 四老病人亦從床坐起往他處而治不能 有三種這個病尤其又很複雜 你要叫這個老人家然後自己走路走出來 他可能沒有辦法 有二見人各扶一意 有兩個健康的人坐他的左右手 扶住他的這個腋下 徐策另起而告之人 然後慢慢慢慢的把他扶起來 然後呢 我鼓勵他 莫有所難 你不用自己想太多 你雖然身體有病 但是不要講太多 莫有所難 隨意亦亡 我等二人終不相棄 我沒想 不會幫你丟棄的 所以你自己也走上來 其實然後必打手去 安穩無損 你一定會達到你所應益 我們二人是指什麼 就是指定位 指官 這個叫二人 因為我們修學 因為大家要記住 你今天如果來人道投胎 你放心你一定有持戒過 因為反來人道的時候 雖然十善業道沒有滿分 但是最少都是幾個的人 我們今天才會投胎到人道 投胎到人道 假如你有把戒做好 幾乎都是人道 人道生 你放心 但是我們所欠缺的 是子跟官 我們欠缺的是這個 聽得懂 好 然後 所以才說 我等二人終不相棄 就是你今天要學佛 你不要丟棄子跟官的教育 如是善現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人人等 若以無上正等菩提 我們剛才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人就是接納接受的意思 這不是一般忍耐的解釋 接受 譬如說 你今天對我不禮貌 可是我有聽到 但我不發脾氣 這個代表人 也代表我接受 聽得懂意思 你要一定要 所以有人有清淨心 有聖意樂 然後有意識 然後有意識 然後我們在修學佛法的時候 那個子官都是聖意的 不是一般的 有捨清淨 就是清淨平等的精淨 負能色受聖身 剝露剝露蜜多 方便善巧 便能 便不遠離 剝露盡力 精淨 安忍境界 布施剝露蜜多 如是乃至 不遠離一切至 道相至一切相至 當之 如是諸菩薩聖諸善 善你仁等 忠不忠道 衰好退半 所以你不會走到中途 你就會傷心難過 然後就退到 都害怕了 而且你可以超越 那個 生文地及獨解地 我們以世間的闢語 你可以超越我們小學畢業 或者初中畢業的等級 你一定會跑到 讀到大學的等級的 成熟友情 嚴盡佛土 急症無上症等 補體何以故 亦能色受聖身 波羅蜜多 方便善巧 所以希望大家應該要 在這一身邪火當中 應該要轉型提升起來 轉型提升 幹嘛 色受聖身 波羅蜜多 不要再停留在那個外環位 我們不是說外環位是錯誤 大家一定要不要誤會 我們是希望你提升 也就是說你世俗第一代屁 你今天要讀大學 你一定要捨掉小學初中的課程 不然你哪有那麼多時間 再去讀大學的課程 是不是要捨掉 捨掉並不是你忘掉 其實你早就把它記憶在腦筋裡面 反左過必有記憶 反左過 只是你現在已經進入大學 要瞭解聖身波羅蜜多 所以你不需要再停留 那個小學的課程 中學課程 高中課程 然後呢 祭諸功德 諸佛菩薩共互念故 而時祭受善現白佛遠世尊 迎何諸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典人等 由不色受聖身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離諸功德 你看喔 這裡已經善現替我們問了 我們今天不色受聖身波羅蜜多 然後方便善巧 然後你就會離諸功德 退生文及獨解地 不正無上正等不敵 也就是說當你 雖然開口閉口都 我說我要發心成就無上正等不敵 你看以前我們在外環會 我們都有發言過 我這一生一定要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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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根本那時候的初學的時候 我們不懂什麼叫佛法的成就的定義 我們把佛法的成就 早期寫佛的初期階段的構成 把成就當作世間的成就那種概念來理解 就要拚得最贏了 我只要努力我一定會成就 我們早期是這個 後來我們轉型了解波羅蜜多 後來才了解佛法的成就是 發現自己的直取煩惱 把直取煩惱捨掉那個才叫成就 所以你要改過來 所以我才說你今天要了解波羅蜜多 希望你發現自己 對惡法的直取 對善法的直取 反直走 因為直走不管 你對善法惡法都叫直走 他一定會被拉下來 聽得懂 你喜歡直走修喬普路 那以後你的果報是什麼 你怎麼會跑到無上陣等普提 那個果報不會啊 你最說是天道而已啊 聽得懂 因為你直走修喬普路 而且修喬普路不是功德 它是福德 大家都聽過了達摩組織跟梁武帝的對話 聽得懂 梁武帝其實他這一生 坦白講也照願蠻重的 什麼叫照願蠻重 因為他是皇帝 他把國庫的錢拿去蓋廟 請問有沒有換道界 有沒有換道 早就換道了 他什麼 所以他臨命終始是很苦 被吊起來 曬死 他果報是這樣子 他果報出家四次 他出家四次有善根 但是都沒有正念正見 聽得懂都沒有正念 所以還要跟達摩組織討個說 我到底有沒有功德 好 所以諸位你要記住 假如我們今天邪佛 如果都不願意自己往有肉 或者有為然後漸漸提升 無肉無尾 那我們今天邪佛就是種了那個死善夜道的善根而已 你一樣以後世間的善忍 然後以後跑到天道去而已 就是你還是道立天 那個天王的部下 聽得懂你還是人家的部下 一樣的齁 所以希望大家呢 如果你今天要解脫要轉型 而且什麼叫轉型 勇氣把自己的執著放掉 這個叫轉型 不是修哪一個功課叫轉型 要改過來 聽得懂 是如何在你六根一到六層的境界 發現自己的執著的哪一邊 因為有執著一定有五蓋會出來 所以記住 假如你執著有那五蓋一定會出來的 高興不高興是不是五蓋的範圍 是啊 高興是貪欲蓋 不高興是什麼蓋 成為蓋 聽得懂嗎 那一定 為什麼你會起 很容易起五蓋 因為就是沒有了解波羅波那麼多 放不下自己的執著 所以諸位你今天 不管你學我多久 最高低都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正念正見 漸漸發現自己的執著 慢慢改善 雖然我們反乎的眾生 有時候放直走 放下直走很難過 因為以前是一直抓有所得 叫你放下 得到無所得 無所得 剛開始那個過程的心態 很不適應 很不適應 但是沒關係 也慢慢把它走出來 慢慢走出來 所以佛告善現 善哉善哉 努為利樂 諸菩薩聖諸 善男子 善女仁等 無聞如是事 努經帝丁 當為努收 上一段因為是善現來問佛陀 因為我們都不射受 聖聖佛陀佛陀佛陀 以後怎麼辦 這因為他沒有辦法 成就無上正等補提 好 魯經帝丁 當為努收 善現當之 有菩薩聖諸 善男子 善女仁 從出發心 執我 這個畫起來 我們做某一件事情 都在執我跟我守 聽得懂嗎 執我用執我執我守 修行布施乃至波羅波羅陀佛陀 我用這樣子 所以你看 今天坦白講 假如包括事物在內 我沒有讀波羅陀佛陀佛陀 如果有一天 你遇到我 那我告訴你 我還是會跟你講 我的執走還很嚴重 因為我執走敏跟利 聽得懂嗎 你看這裡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從出發心 執我我守 那以前我們在出發心 都是這樣這個過程 因為那時候對佛法還不明 聽得不瞭解 只是一個感應的虔誠心而已 所以從出發心 執我我守修行布施乃至波羅波羅陀佛陀佛陀 此善男子善女仁等 修布施時 做如是 因為 你還有我跟我守 所以我在布施的時候 我能行施我施此物 筆受我施 所以我還持走 你曾經接受我的東西 你曾經接受我那個東西叫什麼東西 所以我能夠行施 我還持走這個 我持境界的時候 我還持走這個 好 修境界史 你看喔 佛陀跟善界想 修境界史做事內 我能持界 我持此界 我懼是界 聽得到 然後呢 修安仁史做如是內 我能修人 我以彼人 我懼是人 所以我們讀波羅法會 為什麼會告訴你 波羅法會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功德可言 但是你要有功德可言 有一個功德你可以自己做得上來 哪一個功德你可以自己做得上來 發現有執著馬上改掉 你可以自己做得上來 你看喔 這裡都在講 我們六度裡面都是執著 你看 我能持界 我能修人 我以彼人 我懼是人 我修精進時 我做事內 我能精進 我為此精進 我懼是精進 你看我們做六度都在執著 執我跟我守 我能怎麼樣 我能怎麼樣 修經歷史做事內 我能修定 我為此修定 我懼是精 修波羅斯做如事內 我能修慧 為我此修慧 我懼是慧 所以諸位你看喔 我們如果把佛陀跟三線回答的 這個十八個問題的執著 在不同的法門的當中 每一個法門都有三個三個執著 你能夠化解掉 好我們 你們在山上都有參加阿納波納的修行 我們的阿納波納的修行 就希望你走上波羅波羅密多 波羅密多 你只有法爾如是接受呼吸的出路 這時候你不要有一個我 要駕馭我的呼吸的快慢 這時候你的我值會不會減少 會 你尊重喔 法爾如是喔 因為呼吸喔 你對他動念不動念 他都法爾如是 聽著他是法爾如是喔 你高興不高興他也是法爾如是 你貪心不貪心他也是法爾如是 呼吸啊 所以我告訴你們真實力 阿納波納就是聖身波羅波羅密多的本來面目 可是我們沒有發現到這個 所以教學阿納波納的波羅密多 沒有發現到這個 只是發現到阿納波納用他的觀念的功法在訓練 聽著功法 道家有道家的呼吸功法的訓練 障轉有障轉呼吸功法的訓練 我們平常也一樣有起心動念功法的訓練 如果有這個功法的訓練 那告訴你 你一定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阿納波納是對一切法是最平等的 你今天是男重女重你的年紀大小 你是外國人不是外國人 你看阿納波納的呼吸有沒有選擇性 沒有 他就是親近平等的波羅波羅密多 那你可不可以 我現在提醒你們這樣子 因為你們在座有一些人有道山上殘虛 以後你在家裡 你直接看他 呼吸的出怒是代表波羅波羅密多 你只要親近平等 然後看他裡面沒有直走的妄念升起 你就漸漸培養你成功了 所以一個法門大家都知道 我們以前都讀過書 老師在課堂寫這個數學題 我們同班同學50個人 你看喔 悟性好的人 老師在課堂寫一遍 是不是馬上就知道答案了 這悟性好的人 也就是說我剛才講 老師在白板上黑板上寫這個示範題 那你根性好的人一看 可能老師寫一半 你這悟性好的人都已經知道答案了 他已經理解很清楚 我一直告訴你 阿納波納這個呼吸 假如你理解力好 阿納波納這個呼吸 就是直接跳到聖聲波羅波羅密多的合合 如果你的悟性不好就退下來 把阿納波納 把呼吸阿納波納當作功法在訓練 然後就變成會有 功法訓練有一天有成就就有所得 可是如果你了解 阿納波納讓你回歸到無所得無所住 所以你有沒有回想看看 當你高興高 高興不高興 站在阿納波納的呼吸的出路 他有沒有受影響 沒有啊 這記住喔 你高興不高興阿納波納 對你高興不高興阿納波納是沒有受影響 你的呼吸一樣進出 所以他是最親近平等的法門 可是多少人會理解到這樣的程度 很少 所以才說阿納波納後來被傳到佛陀早期的阿納波納 修行的那些的弟子馬上可以 正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我們現在阿納波納都還在小學階段 還在把它當功法再訓練 就已經差很多了 寫下來就好 所以所以你要理解 一樣喔 所以我剛才會跟大家講 以前我們都有上過 化學數學物理 你看一個同班同學 有些悟訊好的 老師一寫到一半他就知道答案了 那個悟訊太好了 像實務悟訊不好 老師寫完我還不知道他在寫什麼 聽得懂師傅這樣闢語嗎 也就是佛陀介紹阿納波納 結果聽的人的話 他的物語性的高低的不同 他的理解力的反射回來答案就不一樣 但是其實他是真的喔 法好如是 法好如是的可惜啊 所以我們在說你要記住喔 我們現在在實踐六度 如何在六度裡面喔 藉用那個六度的構成發現 你有沒有執走 所以我 你們在三三月後我不是提醒耶 希望你們把參加殘奏的過程 包括說做一些工程 所有的功課構成 希望你們改過來 起正念正見 不要做那個功課 把那個功課當作功法再培養你 你應該反過來 我在做這個功課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忘練的執走怎麼越來越多 你要改善不是那個功課拼命做 是要改善你的內在的執走 是那個執走是障礙那個功課做不好 你要記住你要改過來耶 這個就是我們讀波羅法會以後才知道 你看喔 我們現在做布施 我們從布施裡面 善現 此善男子善女人等修 布施波羅密多 只有是布施 只有此布施 直布施為我所 你看我們 我們光這個布施的直走就有三個 其實我們後面還要加兩個 時間跟空間的直走 所以叫五輪體空 我們一般大家都只叫三輪體空 但是這裡佛圖還沒有講時間空間 他只是講我布施的東西 我哪的東西還有對象而已 好 我們慈戒也一樣 我們慈戒難道會離開時間跟空間嗎 不可能 然後修禁戒時 直有是禁戒 直有此禁戒 直啊 禁戒為我所 修安忍時 直有是安忍 然後直有此安忍 直安忍為我所 修精進時 直有是精進 直有此精進 直精進為我所 修精進時 直有此精進 直有此精進 直進力為我所 修剝落時 直有是剝落 直有此剝落 中間我們都有一個直有此 就是說我借用布施乃至剝落裡面 我要得到我的效果出來 我要得到別人對我的尊重 好 直剝落為我所 是善男子善你人等 我我守直 橫水足部 所以我們今天的修道裡面 最不容易進步的地方 做任何一個功課 建議大家 營業已經讀到這一段 你要做的功課是回觀環上 你當下直走重不重 而不是那個事物的工作 給你做多或者做少 不是指這個 所以才說 是善男子善你人等 我我守直 橫水足部 守行布施乃至波羅密多 增長生死 所以你看這裡佛頭已經講答案 你今天做任何事情都有直走直我守 那你的結果是什麼 增長生死不能卸透深等重苦 所以你很多的重苦就代表什麼 煩惱嘛 一大堆嘛 所以諸位你會想說 以前我師父在外防衛 我們也跟某某老婆上溝通 為什麼我拜佛那個心都沒辦法定得下來 那以前我們遇到老婆上如果外防衛的那個老師 他就只有跟你回答 是你夜障深重 所以你才拜佛 裡面忘念很多 如果你今天遇到佛頭 佛頭的回答不是夜障深重 是個字給你 聽得到佛頭會反過來教你 恭喜你 你在拜佛裡面發現煩惱執著 你應該當發現煩惱執著 靜下來把它歸納一下 哪一個在拜佛的 拜一百拜的當中 你的煩惱的無意中 不請自來的忘念那麼多 你應該把它歸納一下 然後檢討一下 如果你遇到好的善知識教育 如果你沒有遇到有正量的善知識 他一定會告訴你 因為你數量拜不夠繼續拜 其實拜 拜我五十年還是一樣的結果 因為真的有一個老筆 結果你到山上問我 是不是我已經七十五歲了 那我現在拜我 沒有一拜拜成功了怎麼辦 我說沒有一拜拜成功 我說你乾脆就不用拜 如果不用拜是不是一切都成功了 一樣沒有成功 一樣有掛愛 有恐怖 聽得到 有顛倒夢想一樣在 為什麼 因為他不理解法義 你要跟他講這個波羅波羅密多法義 再講給他聽 對方的那個執著功課已經執了五十年 他改不過來 聽得到 所以諸位你看 假如我們做功課 越做越執著 坦白講 你已經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已經遠離波羅波羅密多 所有的功課 我們借用布施 境界安忍是看你的執著 發現自己的執著 去改善他的 聽得懂嗎 你要理解 所以才說 所行布施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增長生死 不能解脫生等重骨 所以則和布施波羅密多 終無如是分別 可起辭子 所以畫起來這個重點 本來我們在行布施波羅波密多 不是叫你做那個布施然後增長 我講白話一點就是 不是讓你做了布施然後增長你的執著 他不是 他是說 你今天做布施做境界 然後發現你的妄念的執著 你發現以後去改善他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看說 布施波羅密多 終無如是分別可起執著 本來布施波羅密多 你根本去把那個布施波羅密多 做好就好 不是讓你為了做那個布施而增長執著 本來持戒是讓你解脫 不是為了持戒讓你得名利 然後得執著不是這個 本來安忍也是讓你放下所有的執著 我們才安忍 不是做安忍越做越執著 不是 你看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終一無如是分別可起執著 本來我們的六度都在教你這八個字 如是分別可起執著要轉化他 所以叫做無如是分別無可執著 可起執著 可起執著 你應該要接受這樣子 所以建議大家以後改過來 你在拜佛看到執著放下 不是說拜佛當中忘練來說 代表我越上身重 不是這個答案要改掉 是我在拜佛誦經的時候 我反而發現我執著怎麼越來越多 我是不是要想辦法去糾正一下 改善一下 聽得懂嗎 不是在消極的心態面對他 何以顧 遠離此彼岸 是布施波羅密多項 也就是說遠離此彼岸是指什麼 遠離前面所講的一切的指走 這個你要遠離他 遠離此彼岸是布施波羅密多項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項 所以你要得到所謂 因為布施境界只是一種延期法 那我們最用布施的延期法 境界安人的延期法 來看到你會不會再起指走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好 我們舉例 現在你已經了解波羅波密多 這個法義 以前我們是不了解 所以我也一樣一直天天拜佛 可是我知道妄念很多 沒有辦法改善 現在我了解波羅波密多 我一樣可以拜佛 但是這時候拜佛 可能你了解波羅波密多以後 你對拜佛裡面 起執著的那種幻象 你反而拜佛以後 你會沉澱下來施維修一下 施維修 然後慢慢施維修 你就 你原來在拜佛那個執著的望向 就會漸漸改善 我們今天我不是告訴諸位嗎 你們我們今天學佛最欠缺的是三個字 施維修 我們欠缺的不是你不用工 你真的很用工 整天泡在佛堂 二十個小時 不是你不用工 但是你欠缺的是 填鴨式的做功課 沒有施維修這三個字幫你 沒有施維修三個字幫你 這個不是今天失誤才發明 請問死亡諸佛都這麼說 大家有讀楞嚴經嗎 觀施音如來跟觀施音菩薩講 要聞施修 怒三摩地 是不是這樣開示 你沒有施維修你很難進步 好 善獻當之 此善菩薩勝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不知此 暗彼暗相故 不能色受不施 此暗彼暗就是我不知道 我們叫做什麼 此暗就是我們的煩惱生死 彼暗就是內盤彼暗 我們不知道這些的關係 但是我們只有虔誠心 真誠心而已 所以不知此暗彼暗相故 我不知道這種相狀 什麼叫做執著的此暗 什麼叫不執著的彼暗 我都搞不清楚 好 所以因為你搞不清楚 所以不能色受不施 也不能色受不施也就是說 你絕對不能在不施境界安忍裡面解脫 聽到 本來不施境界安忍精靜盡力 波羅這六度或者前面五度 這個只是世間的因緣相 我們是藉用前五度的因緣相裡面 都加波羅波羅密多的觀念正見下去 來實踐前面五度 不要前面五度越做越很難度自己 為什麼我們叫五度 為什麼叫度化的度 為什麼叫六度 就是借用這個六種的因緣相 來發現你的執著嚴重不嚴重 所以我們叫六度 這叫不失度 境界度 安忍度 是借用這個 乃至不能色受一切智 道將智 一切相智 由是因緣此 菩薩聖諸 善男子 善女人等 度 身文地極 獨解地 不正無上 正等不敵 所以你如果是這樣的心態沒有改善的話 那當然就一輩子都還是恍乎 因為我們現在佛頭前面不是 我們這一筆叫做什麼 傳等一筆 就用傳來當辟 好 第二分 傳等一筆第四十九之二 也就是我們劍四百四十五劍的 而實際受善見 富百佛遠世尊 諸菩薩聖諸善男子 善女人等 因何無方便善巧 我現在追問 本來前面都一直鼓勵你要有方便善巧 可是我們恍乎眾生為什麼到頭來都沒有方便善巧 原因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因為沒有方便善巧 所以一輩子的學佛 學了五六十二年還是小學階段 我們講的是觀念 不是講你的借大高低 是你的觀念 你還在小學階段 你已經六十大了 可是人家問你佛法法義 你還是停留在小學階段跟對方回答 聽得懂 所以說 鬥以生聞其獨解地 不正無上正等佛地 佛告善先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從初發心無方便善巧 所以你要記住 反五鈣種的人 所以告訴自己提醒一下 反五鈣種的人 絕對沒有方便善巧 碳液鈣 稱謂鈣 稱謂鈣就是脾氣很不好的人 絕對沒有善巧方便 聽得懂 五鈣種的人 反過來 碳液鈣 稱謂鈣 吳液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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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嚴重的人 絕百分之百 沒有方便善巧的人 我用這樣子提醒大家 希望你 反過來 栽培你是一個 有方便善巧的修行人 遇到境界 不容易起貪心 不容易起發脾氣 不容易起懈怠心 不容易起惡惠心等等 聽得懂 你要這樣子的 好 所以你看 這個善憲問佛陀 佛告善憲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典人等 從初發心無方便善巧故 修布施史做事內 沒有方便善巧 所以我再修布施史 我能行思 我思此物 彼受我思 所以你看 你可以在我們這個環乎的這個國土 你可以問那些 慈善事業的團體 那些的行布施的人 這三個不知道他有沒有做成功 很難 百分之百是不可能做成功 聽得懂 因為為什麼 因為都沒有心虛波羅波密的教育 我們就是做布施絕對早有 聽得懂 你沒看報紙嗎 你看嘉義習慶善團 那個啟發者走了以後 下面兒子跟母親都在打官司了 幾十億 幾十億呢 都在打官司了 你看 所以諸位你看 我能行思 我思此物 彼受我思 你哪有辦法做到 很難 修金屆史 做如是 你去找那個慈界的道長 你去問問他們看看 看看這個有沒有提升起來 他會不會直走 他會不會因為直走我希望 別人對他多恭敬一點 供養多一點 他會不會有這種心態會出現 我能持戒 我持此戒 我成此戒 好 我們修安忍的時候 我們去問問 當一個安忍的境界 讓你來磨念的時候 你真的有做到忍耐成功嗎 忍耐 世間的忍耐你會成功 但是從忍耐裡面達到不著象 很難成功 因為你看這裡就是希望你要不著象 所以我修仁史 我能修仁 我以彼仁 我成此人嗎 我可以從人裡面而解脫直走嗎 我可以從不知境界安忍 乃至波羅普通而成就六度嗎 越過那個六種的陰影像 而不起直走嗎 這才叫六度的定義 不是只有明相賭一賭就算了 修仁靜時做如是念 我能仁靜 我為此仁靜 我成此仁靜 我今天會成就 就是因為我有仁靜 我今天會把布施做好 因為我做布施 我今天會把持戒做得好 境界做得好 就是因為我有境界 是不是我進我慢就出來的 是啊 好 修仁靜時做如是念 我能仁靜 我為此仁靜 我成此仁靜 修仁靜時做如是念 我能修定 我為此修定 我成此定 修波羅時做如是念 我能修會 我為此修會 我成此惠 呼之善現 此菩薩聖諸善男子 善女人等修布施時 只有是布施 只有此布施 此布施為我所而生焦慢 所以我們後面生焦慢 三個字畫起來 因為下面都是六度生焦慢 這個多的是 我們今天不要拿這個看別人 我們看我們自己 以前我們在做布施的時候 在禁戒的時候 在安忍的時候 你看我們都 我們讀這個不要去看別人 回觀往照看你自己 看你自己 你看喔 只布施為我所而生焦慢 好 我們先來講禁戒 修禁戒時只有是禁戒 只由此禁戒 只禁戒為我所而生焦慢 你看這焦慢是很難改的 不容易改 沒有把那個 因為焦慢的源頭從哪裡來 我見 生見 所以你今天要把這些切點 所有的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修到那個切點的習氣改掉 結果我有一條路可走 哪一條路 用波羅波羅密都去轉化你的我見 就先把這個我見 先做好再說 你這個我見生見沒有做好 你那個六度不可能成功 不可能成功 你絕對會著敏著力 沒有絕對會著敏 所以因為有著敏著力 所以才支持這麼久 支持這麼久 是為了敏跟利 不是為了波羅波羅密多 所以記住 你要記住 所以我們剛才講 我們借用布施的因緣相 來閱讀你的千貪心 是不是我們前面都有講了 我們為什麼要禁戒 我們為了禁戒 突破你的幻戒心 聽得懂幻戒心 好 然後直禁戒為我所而生交慢 修安能時直有事安能 直由此安能 直安能為我所而生交慢 然後修淨力時直有事淨力 直由此淨力 直淨力為我所而生交慢 修波羅時直有事波羅 直由此波羅 直波羅為我所而生交慢 反過來我們 為什麼我們山上 要鼓勵你用安那波羅來專注 希望用安那波羅的這個正念正知 來去除你的交慢 在安那波羅我們建議大家 真的不要把它當作公法來訓練 當作公法來訓練 你一定會生起交慢 會跟同山道友比較 也會跟你昨天的你的打坐的時間空間的 多少長短會比較 一比較交慢就出來 所以我才我今天是因為 越思維力 越理解力 我才知道 釋迦摩女有說法的第一義的道理 以前都不知道 以前什麼都直走 拜八十八佛跟同山道友比賽 拜奧彌陀佛的數量也是跟同山道友在比賽 我們都在比較 結果我們沒有解脫 我說如果這個不改 我不知道學我在學什麼 我在學什麼 我在學什麼 這裡所講的佛陀生交慢 我今天學我的 唯有的路子都是在生起交慢而已 聽得懂 你一定要轉念轉型 如果不轉念佛陀 你可以做任何功課 佛陀都沒有去破壞你的因緣相 但是希望你做那個功課 那個功課讓你不生起交慢 聽得懂 你會獎金收法 在獎金收法不能生起交慢 聽得懂 你沒幫我打分數 我在獎金收法交慢生了幾分 零分 零分也是交慢 因為分錯出來都慢 講零分也是慢 聽得懂 你要講 你連個起性動念都不能起來 一個念頭起來你就糟糕了 為什麼 因為我告訴你 你今天回答零分 這個零是不是一樣有標誌 我們以後會讀到 好像有讀過叫無標誌品 你就有標誌了 因為零分怎麼來 是不是跟一二分比較 是比較而來的 聽得懂 所以你們要記住 常常對我笑一笑就好了 你不能講分數 你一講分數 你一講分數 那個慢性就出來 好 是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我手指橫水足固 我們為什麼會執著那麼多 因為我們的根本 六度本來是要破執著的 結果我們六度沒有破執著 我們在六度裡面幹嘛 我手指橫水足固 你看 做布施做境界都跟執著一起一起成長 執著一來越多 聽得懂 所以你們要改過來 為什麼叫六度 是借用這六種的陰影法 來越度你的我跟我手足 所以才叫六度 不是外表做那個布施的事情 不是外表做那個境界的事情 不是外表做安忍的事情 聽得懂 是借用這個來越度你的那個交慢心 你看 我們六度如果你不聽清文法 我們六 做六度一定會起傲慢 交慢 包括師父如果 如果後來沒有漸漸了解法律 包括師父都會交慢 因為我們都有交慢過 聽懂 我們都跟同胆道友是都比賽數字 比賽誰最精進 我們都比賽過了 都已經經過了 所謂修布施乃至波羅波羅密多 你看喔 大家不要罵我 這個都是佛陀跟善仙講的 增長生死不能解脫生的重苦 所以人家問你說 某某的你學我學那麼久 你現在還有沒有煩惱執走 你一定會老實回答 因為你不想打妄語 但是你老實回答 還有救 因為你發現了 你還在繼續增長生死 如果我為了面子 我們真的 我告訴你我真的不是編故事 我們有一個老和尚 被那個大專學生 那個年輕人問說老和尚 你出家已經接納70年 請問你到現在有沒有出產 那個老和尚被問馬上發脾氣 大發雷霆 真的你看 不管對方是有意還是無意 來面對你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老和尚還是環呼 可是他借讓很高 他那跟環呼的一樣的 所以你們盡量問我 我都可以跟你回答 所以其實我們不需要發脾氣 我們很容易可以問那個小伙子 我像如果他遇到我 我一定訪問 我先我會問他 你先不要關心我 有沒有得到出產惡產 我先要問你 你會問這個 我有沒有得到出產的時候 請問你先給我怒定出產看看 如果他遇到我他就很苦了 我就會反問 因為你既然敢問我 這表示你有能力 不然你問我這是幹嘛 然後我就好 那你如果你有出產 那你做給我看看你的出產是什麼 出產不是以時間來定出產 我們佛君從來沒有講說 錄定20個小時以上叫出產 錄定4個小時以上叫出產 從來沒有講時間的 就要記住 從來只有講什麼 出產斷五蓋 叫出產 不是時間定的很久 聽得要記住 你要記住 你五蓋轉化的人才可以叫出產 不是一定的時間很久 要懂一下 好 所以說增長生死 所以不能解脫等重苦 所以則何 布施波動密多中 無如是分別 本來我們前面已經跟大家提示 我們借用六度 是借用六度的解查力 來訓練不要分別 答案都一樣 六度 所以叫六度六度 度就是越過分別才叫六度 但是前面六個是因緣法 因緣相 我借用布施境界安忍 來看到我執著嚴重不嚴重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這個才叫做六度 所以呢 一不如筆首分別 所以也一樣在這個因緣相當中 我對我自己也不要在我所知的範圍裡面 再增長分別 何以故 不如筆首分別 是波動密多中 並不是有一個筆岸 你擄地用功 然後到那個筆岸裡面 有一個布施的境界波動密多成就 在那邊等著你 不是指這個 所以叫做 筆至此筆岸是布施波動密多中 並不是筆岸有一個波動密多中 你把它達到 那個波動 那個布施波動密多就成就 不是指這個 所以大家漸漸接受釋迦謀利口正念政治的教育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宗無如是分配 本來波羅波羅密多都在教你這個 一不如比手分配 也不要在這個手裡面要分配分配什麼 何以顧 非至此彼岸是波羅波羅密多 我們並不是說你離開這個岸 然後跑到此岸 那個此岸叫做波羅波羅密多的彼岸 不是指這個 現在此岸即彼岸 彼岸即此岸 這樣聽得懂這一次嗎 好 也就是說你要訓練波羅波密多 當下的前面的五度或者六度 它就是你的此岸跟彼岸的訓練的節觀 這樣聽得懂嗎 善現當之 此菩薩聖諸善男子善人人等 不知此岸彼岸相故不能射受 不知境界 安忍精靜盡力 波羅波羅密多 如是乃至不能射受一切智到相知一切相知 由此因言是菩薩聖諸善男子善人人等 六波羅密多 窦以身聞及獨嘴記 不證無上證等補體 所以主委要記住 佛陀這一段跟善現講是說 我們做這個功課 就在這個功課的時候做功課裡面解脫 並不是這個功課以後會帶你到另外的國土去解脫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今天的解脫是借用現在我做布施 然後我做布施的因言相是看到 我有沒有執著能思所思所思之物 包括時間空間的執著 如果我這個做不到 我布施波羅密多就成功了 並不是離開布施的因言相 然後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叫做我布施波羅密多也滿了 不是指這個 這樣聽得懂師傅的解釋嗎 你要記住喔 你今天要解脫 比如在你做布施的因言相解脫 你今天要境界 你就你的因言相是境界嘛 你就在境界的因言相 你看你還會不會有我跟我所的執著出現 如果沒有我跟我所的出現以後 我們就當下就要解脫 這樣聽得懂的意思嗎 不是離開此岸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 聽得懂 善獻當之 此菩薩聖諸善男子善女人等 不知此岸彼岸相故 因為我們凡夫不知道此岸跟彼岸是同樣一岸 我們還在追什麼此岸跟彼岸 聽得懂 所以才說不知此岸彼岸相故 所以不能射受布施境界安忍 所以建議大家 我們做布施境界安忍 精盡盡力波羅密多 希望不要用六度 然後把自己在修行六度裡面 把自己又幹嘛 創立了二元論 二元相 所以說我行布施的 行六度的當中不要再造自己 內心的那個對立的因言相出來 我布施做得好 你布施做不好 這個就是二元論的對立的因言相 你不能這樣子的 布施不管你兼多少次在訓練你 有沒有執著那個兼多少的 要得民心跟利 得民利心 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 所以 如是乃至不能射受一切之道相之 因為你早有編 不懂得去應用 不正無上正等補體善現 諸菩薩聖諸善男子善男人等 如是 波羅說沒有方便善巧 就是無方便善巧修行六波羅密多 都以身文地極獨解地 不正無上正等補體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在人生的成長 我用比較世間的生活話白話來解釋 我們在人生的因言當中 我們一定會遇到逆境順境 但是我們今天學習波羅波羅密多 我們接納逆境順境 在逆境順境裡面解脫 剛好訓練來解脫 你看佛陀已經成就佛道的成本正結 他這一生在學府 世俗地的學府共同 他還遇到九個災難 但是他要在這個九個災難裡面解脫 他不再隨夜流轉 聽得懂嗎 所以你不要以為成佛的人 就夜盡晴空 沒有啦 他來弘法以後 有一半人討厭你 聽得懂 你看我們以世俗地當屁來講 我是佛弟子 最少不是佛弟子其他的外教 不管其他宗教看到你內心就不舒服 你以為人家都喜歡你喔 沒有啦 你也會遇到這個逆境的因緣相 你也會遇到 人家對你不恭敬的因緣相 但是你都要越過去直走 聽得懂嗎 你不要每次弘法都要找 找那個恭敬你的人的地方去弘法 你要去找人家討厭你的地方去弘法 聽得懂嗎 你才知道說 我的執著有沒有被改善掉 所以這位你要理解 如果你有方便善小 其實任由一個法 那個法當下幫你解脫 不是那個法裡面你可以得到什麼利益 聽得懂嗎 得到免根利的利益不是這個 這個這個的 耳時祭壽善見 如果你是這樣子 當然最後的結果是無上正等補體的 耳時祭壽善見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臉人等 尤能射受聖身波多波濃密多 方便善巧聚助功德 我們必須要有 尤能射受聖身波多波濃密多 然後方便善巧 你才不會逗到生物及獨得地 而且極正無上正等補體 佛告善見 有菩薩聖諸善男子善臉人等 從出發心 你看大家喔 建議大家畫起來 因為重點是這個 下面六度都小case 告訴之位 六度假如我剛才講 從出發心 這個才重點 從出發心離我我所 離我所止 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才一直提醒大家 我們今天修學過法做任何一個功課 隨你的便沒關係 但是做任何一個功課 隨你的便沒關係 你要做你喜歡的功課裡面 離開我跟我所止 要記住這個重點 你喜歡誦經沒有關係 我不否定 但希望你在誦經裡面 離我我所止 你喜歡持戒沒關係 但是你在持戒裡面 離我我所止 這樣聽得懂嗎 你不能喜歡那個功課 然後變成你將來 招敏招立的工具 你不能這樣子的 所以你看喔 活告善現喔 我現在講都不是施物發明的 你不要以為施物很厲害 不厲害啦 如果有厲害 我根本不用跟你們講 波羅波羅蜜多金 我為什麼還要講 就是因為我還不會 因為我還有執著 希望你們來監視我一下 我執著還有多少重量 所以記住 用布施境界安人 來發現你還有沒有做事內 你看喔 從出發心 離我我所止 修行布施乃至波羅蜜多 所以只會你們在人生的過程當中 遇到逆境順境喔 不要退到不要退心 因為剛好借用那個 你所說的直走的逆境順境 來幫你解脫 你不要再放棄你那個 無肉的善根 聽得懂啊 然後愛面子 然後自尊心受損了 自尊心啊 我告訴你自尊心受損了 你自尊心拿起來是幾兩重啊 我們自尊心幾兩重拿得出來嗎 我想都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你還直走他幹嘛 人家對你恭敬不恭敬 是他幫你去除直走的機會 你怎麼還討厭對方呢 不然我不知道我今天的直走直我所 還嚴重不嚴重 我還不知道 就是有布施的陰點發生 有境界的陰點發生 有安忍的陰點發生 我才來考我現在 我的那個直我跟我守 所以某某人你回去要去 感謝你的家人 我才知道我對他們 雖然宗教不懂 可是我對他沒有一點稱慧心啊 沒有稱慧蓋啊 是他幫我成就的我的 沒有稱慧心稱慧蓋也滿耶 不然我還不知道耶 這樣聽得懂這意思嗎 此善然此善也能等 修布施史不做事內 因為現在在講說 什麼叫離我我所的水準 那你做布施的陰點 修布施史不做事內 我能行施我施此物彼受我施 你看這個就是在布施裡面 離我離我所的直走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修學佛法所有功課都幫你 幫你什麼 你我跟我所止 我們沒有什麼功課叫你做 可是外環位的人如果沒有提升 他一輩子值外環位的課程 他忘記了做抓網課 你我跟我所止 在拜佛的時候 從拜佛的時候 你我我所止 因為沒有人沒有遇到善之士 跟他講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就有為功法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囤積 而且囤積到最後還在比下比較 到了靈命終始年紀大了 我怎麼都一樣 直走妄念那麼多 死亡諸佛怎麼都沒有加錢 我告訴你 死亡諸佛有加你 但是你從來不持 怎麼沒有加持你 有啊我有加呢 但是你不持啊 持是你你要做到的 持不是活菩薩呢 是你這個接棒的人呢 好 修禁戒時不做事念 我們在禁戒是因緣相 修禁戒時不做事念 我能持戒 我持此戒 我懼是戒 好 下面我們讀過來 都一樣 修安能時不做事念 我能修忍 我以彼忍 我懼是忍 修精進時不做事念 我能精進 我為此精進 我懼是精進 修經歷時不做事念 我能修定 我為此修定 我懼是定 修波弱時不做事念 我能修慧 我為此修慧 我懼修慧 所以你看喔 我們就 我們在六度裡面都教育你 我們心經裡面有讀過 用六度喔 讓你 培養你 你是一個無所得的修行人 因為你是無所得 無所住的修行人 所以你才能夠遠離顛倒夢想 我們還有顛倒夢想就表示我們還只有 聽得懂 我們還有我跟我所持 所以我才會有顛倒夢想喔 你今天想要不要有顛倒夢想 唯一的路幹嘛 所有的陰元像如果出現 從那個陰元像裡面 發現你的直我 直我所還在不在 如果我沒發現以後 我們慢慢把它改善 減輕減輕減輕 不只布施為我所 下面都在告訴我們 在六度裡面做這些的 正念正知的心態 好 修慧慧時不止有慧慧 不止由此慧慧 不止慧慧為我所 修安人時不止有安人 不止由此安人 不止安人為我所 修慧慧時不止有慧慧 不止由此慧慧 不止慧慧為我所 修慧慧時不止有慧慧 不止由此慧慧 不止慧慧為我所 修慧慧時不止有剧慧 不止由此剧慧 不止剧慧為我所 此善男子善女人等 我 我所值不隨足顧 這個重點畫起來 希望你們做任何一件事情告訴自己 我 我所值不隨足顧 聽得懂嗎 這個才是真正的 六度只是陰元像而已 我們在陰元像裡面都做到 我 我所足 我所值不止走顧 不隨足顧 不要隨波逐流氣 守行不失乃至不失 波羅波羅密度 然後呢 瞬減生死 素能解脫生得重火 這時候你的生死煩惱 就越來越減少 所以我也坦白告訴各位 我現在越來越沒有煩惱 我沒有煩惱的原因在哪裡 是因為我的執著越來越少 並不是我有多厲害 所以你不要把他以為說我有多厲害 因為我聽佛陀的話 執著越少 你打坐的時候越沒煩惱 反過來我們在打坐用功的時候 煩惱越多 他在教育你 某某人 你執著還有 你應該用這樣教育你 他們不是你的冤親在主 他是你的執著 可是你沒有天經法 所以沒有發現到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 你今天 在修禪修的時候 阿納波納裡面 如果有妄念起來 他是執著的表象 你應該修正 聽得懂 而不是把阿納波納 一直把它當功法在訓練 不是這樣子的 是借用阿納波納發現 你的直我跟我所還嚴重不嚴重 這樣懂嗎 因為你修阿納波納 是不是我們六度裡面是哪一度 禪定波納波納波納密度 是不是屬於禪定 是禪修波納波納密度 那你借用這個阿納波納 的禪修的構成 發現你的直走 還有趕快放下直走 不是放下練頭 因為練頭一定是直走的尾端末 我們的本是直走 而不是忘練 聽得懂嗎 你要懂這個 你不要一直用什麼方法去去除忘練 那個是末的修行 所以為什麼一輩子不能成功 因為那個頭的直走沒有斬斷 你怎麼成功 你永遠沒有辦法成功了 所以我們聽聞這個波洛佛頭所開示的話 真的要自我修正過來 重點不是你修哪一個法門 重點是你修某一個法門以後 你發現你的直走存在 那建議你這個修行 改善直走比修那個法門的數量還重要 還重要 因為你看我們六度也是這樣教育 聽得懂六度 所以修波 然後我們再練一遍 修境界時不止有境界 不止有此境界 不止境界為我所 修安人時不止有安人 不止有此安人 不止安人為我所 修精進時不止有境境 不止有此境界 不止境界為我所 修境界時不止有境界 不止有境界 不止有境界 不止境界為我所 修剝落時不止有剝落 不止有此剝落 不止剝落為我所 所以我們現在跟大家介紹 剝落那麼多 是根本意 我們不是練過了就算了 我們不是把它當文字知識賭一賭 我們要教你們怎麼用它 在日常生活就是要把它用出來的 所以你今天我用四shop Judy的白話文 屁一個 你討厭的人 那個討厭的人 剛好你如果要修剝落不動 你原來討厭的人 你就在你原來討厭的人的身上 夜度我對他的指走 你就成功了 這時候就叫剝落不動 這樣聽得懂思路的意思嗎 我們在這一生都有討厭的人 有喜歡的人 我們一對有喜歡的人 我們也是直走 我們一起貪意蓋 有沒有貪意蓋 也是直走 但是我不需要逃避 我對貪意的人是第一次發生 我趕快回觀環照 我對他的職有的順境 我的比例還有多少 看不開放不下 如果我發現到了 我才有辦法救我自己 趕快轉戀吧 對我討厭的人 我起稱會蓋 趕快轉戀吧 不用逃避 你也不用說 討厭的人來我趕快躲起來 你躲起來你的直走就改了嗎 沒有改吧 所以你看我們以前都是有逃避過 請問有沒有改 也沒改 我們從來沒有改 所以以前我在修學佛道 我們在道場裡面 一樣有一半人喜歡 有一半人討厭你 有一半的人來嫉妒你 有辦法喜歡你 有一半的人會恭維你 你看一樣 這個都要幹嘛 栽培你這個修學佛道人 剛好培養節奏力 不特意喜歡不喜歡 不特意高興不高興 不特意討厭不討厭 剛好來訓練 可是我們反而因為不了解精益 不會用 大部分都選擇逃避 比較多 都選擇逃避比較多 所以希望我們讀了佛頭 跟善憲 開示的這一條路 六度 用六種的功課因應像 來發現自己的直我跟我手還嚴重不嚴重 不要再去逃避他 因為逃避你還是 三生四世還會被你的那個逃避直取的業 手綁手捆 所以叫做 叫做什麼四個字 隨業流轉 這個業前面要加兩個字 直取的業 直取的觀念讓你隨那個直取的業而流轉 所以你看我們 昨天如果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你看不開 晚上睡覺 第二天 昨天看不開的那個影像的鏈頭 請問你還要不要起心動念 他才冒出來 都不需要 我昨天直取的那個逆境順境 我睡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起來 我昨天那個影像不僅致來就冒出來了 他告訴你什麼 執著還在 聽著 他告訴你執著還在 但是你有被聽經文法有被教育 你還有改善的機會 如果像一般人他沒有聽經文法 他沒有改善的機會 包括我們雖然聽經文法 如果你聽的只是文字項 的學問的文字 那你執著也很難改善 你要聽的是節奏的 經濟的內容 你才有機會改善 不然你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你可以問 不要講說我們佛家 你世間很多修養的這些大德的人 你只要跟他共住 我們不講名字 社會上地位看起來說修養很好 你跟他共住 修養很好不代表沒有執著 他執著還在修養裡面 培養 聽得懂啊 他在慈取 所以我們在修行佛道的時候 大家都聽聽釋迦牟尼佛的話 因為我們是誰的弟子 佛弟子 你以前皈依的老師老上 也是跟你一樣 平起平坐佛弟子 只是世間法來講 他年紀比你大而已 可是以我們佛法來講 是平起平坐 一樣是佛弟子 聽得懂嗎 一樣都一樣的 好 所以希望大家聽佛陀話 是善男子善女人等 我手子不隨主顧 假如我們我手子不隨主顧 我們再來做布施跟六度 手行布施乃至波羅波密通 損檢生死素能解脫身等重骨 你看喔 你今天要解脫要幹嘛 要想辦法發現自己執著改善 你損檢生死素能解脫身等重骨 在身的當中的一切苦你都可以解決掉 所以則何布施波羅密多 無如是分別可取實用 因為布施波羅波羅密多 這個法門不是叫你學布施波羅密多 然後在這個其中裡面起執著 布施波羅密多從來沒有教育我們這個 包括我們持戒的人 禁戒的人 我們在禁戒的人是為了解脫才持戒禁戒 不是為了那個持戒禁戒在增長執著 不是 你看 所以無如是分別可取執著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中 依無如是分別可取執著 所以我們的六度 他的答案幹嘛 希望你在六度裡面漸漸發現直走 然後把直走漸漸減輕淡化轉化 所以六度不是讓你起直走用的 然後何以顧 遠離此彼岸是不是波羅密多像 乃至波羅波羅密多像 所以我們要遠離這個直走的這個此案 用六度來做考試成績 這樣聽得懂嗎 包括我們以後六跟一到六層 都是你考試的機會 看看你有沒有夜度 那個習氣的煩惱 有沒有升起來 願以此功德 普及以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人 皆共成佛大 皆共成佛大 We can see you again 沒有可惡 我們要跟他說 在那邊 我們要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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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甚麼 我們要準備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